第1056章 真的 愿意吗 身影不断放大 在众人的视线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正是周恒和白熙 两人缓缓跺步 迎面来 瞧着这两人的时候 周平眼角微皱 袖口中的拳头也不自觉地紧握了起来 没想到 他们终究还是出现了 白熙仍旧面色苍白 每每跨出一步 似乎都耗费了极大的力气一般 喘着厚重的呼吸之际 脸上也逐渐渗透出来了些许的汗字 显然 行走在这种荒凉之处 对于他而言 是一种体力消耗极大的事情 而他一旁的周恒 显得倒是颇为轻松 陛下 只见周恒快步朝着周征和周平急步而来 言语中多了一丝焦虑之色 陛下回京 我北境之地的百姓还未欢送 怎可如此低调 翘无声息离开啊 周恒眉头紧锁 言语中竟是对周征的不舍 似乎 他得到消息之后 就带着白熙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而说话期间 周恒目光还微不可查地落在周平身上 似乎是对其之前透露信息的感激之情 这喀纳斯荒原 人烟罕记 陛下就带这些人 如何能护着陛下的周权 就算陛下不想惊扰百姓 可郑北王在这件事情上 做得可不对了 给周征行礼之后 周恒环顾四周 眉头紧锁 脸上全是担忧之色 况且 陛下乃是九五之尊 龙体何等重要 这些地方偏僻 凄凉 哪里能让陛下清醒呢 周恒说着的时候 这在常人看来忠心无二的样子 落在周征眼中 却是那般可笑 所谓的关心 不过是最后的试探罢了 这种小把戏 在周征看来 简直就是低级到了 让他都难得戳穿 白皙的身体 才是不适合出现在这种地方 周征摆摆手 目光最后落在了白皙的身上 此时 白皙喘着厚重的呼吸 才勉强走到周征跟前 随后朝着周征攻身行礼 肺牢 本就不适合长途跋涉 更不适合在这种干燥之地 一旦肺牢发作 连命都有可能没了 好在当初周征给了一些药方 将白皙的肺牢控制下来 可即便如此 长期身体的虚弱 让他现在仍旧是感到颇为吃力 周征的关心 让白皙有些浑浊的双目 赫然浮现出一丝丝亮光 但这种光亮 很快就一煞而逝了 能让陛下惦记 是小女子的福分 脸上强行牵扯出一丝笑意 但白皙却不敢抬头 陛下当真是通天之能 白皙服用了那些药材后 身体好转了不少 想必长期坚持下去 定然可以大病痊愈 周恒连忙站在白皙一旁 冲着周征万分感谢 光是这些药材 只能勉强压制着肺牢罢了 要想痊愈 绝非那么简单 周征白白手 眼中多了一丝犹豫和复杂之意 而这突如其来的话语 让原本脸上还是笑容的周恒 心头猛的一阵 就连白皙也将头抬了起来 一丝慌张悄然浮现 要想痊愈 竟然会想尽办法 到时候再将白皙接回京都 彻底根治 周征眉头微书 似乎是承诺一般 质地有声 周平没说话 而是在一旁暗中观察着 周恒和白皙的表情变化 他太了解周征了 很清楚 这是周征给他们最后的机会 只是 这两人真的会抓住这一次机会 真的愿意放弃数十年的准备 真的愿意接受周征的好意吗 第1057章 加上他们 可够 果然 周恒细微的表情变化 让周平失望了 因为 他在周恒的瞳孔最深处 察觉到了一丝寒意 即便是一闪而逝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多谢陛下了 不过 比起让舍妹痊愈 陛下的周全更重要 周恒深吸一口气 缓缓抬头的时候 声音也低沉了不少 你 什么意思 周征显然也察觉到了周恒的异常 他不动声色 低声质问 陛下 就这十余人 如何能护着陛下的周全 这路上若有闪失 他们担不起这个责任 周恒目光 在甘墨和十数位高手的身上扫视一圈 随后摇摇头 缓缓开口 这里面 唯有甘墨实力超群 让人不得不小心 可惜的是 甘墨重伤未愈 放心 这一次陛下的行踪无人知晓 我们足以护着陛下 安全抵达京都 周平挪动脚步 站在周征的身旁 静静地望着周恒 他知道 周恒的狐狸尾巴 已经要藏不住了 只是见到一直未曾开口的白皙 周平还是有些许的怜悯 无论如何 他都曾经爱过这个女人 所以 现在周平就一个念头 希望周恒适可而止 希望周恒能知进退 明清重 然而 周恒现在哪里听得出来 周平的弦外之音 他仰头一笑 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兴奋的张狂之意 从一开始 他就知道 周征他们进入了喀纳斯荒原 但周恒却忍到了现在 因为 周征曾经展现出来的手段太过震惊 让他不得不小心翼翼 必须多次确定 周征身边已经没有了其他力量 他才敢真正的行动 一路暗中尾随 为的就是想要彻底摸清楚 没有其他的力量在暗中护卫 直到 刚才周平的话 无疑是彻底做实了猜测 周恒 你放肆 见到周恒此时截笑 周平眼珠子转动的时候 朝着他立声呵斥 是啊 我 放肆了 不过 那又如何 周恒怂怂间 双手一摊 一脸无所谓 而他再度盯着周征的双眸的时候 多了一丝戏血 宛若是猫抓老鼠一般周恒 你什么意思 周平深吸一口气 质问的时候 手掌不自觉地紧握起了自己腰间的佩刀 一脸戒备 什么意思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问 那么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扭动脖梗 周恒瞳孔微缩 身上的杀意在这一刻也终于遏制不住地扩散了出来 我的意思 只有一个 那就是 陛下 走不出这喀纳斯草原了 咧嘴一笑 此时的周恒终于再也不用掩饰了 他张狂地大肆结笑 似乎现在的周征 他们就是问中之憋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哼 周恒 你知不知 这是大逆不道的话 可以被诸九族的大罪 周平没想到 周恒现在是装都不想装了 这家伙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自然知晓 是君吗 诸九族 前提是 你们能活着回到京都才行啊 周恒一脸无所谓 言语中全部都是嚣张之意 似乎丝毫不觉得自己会输 大言不惭 你以为 就凭你一人 就能拦下我们 真是 无知 周平冷笑一声 缓缓抽出了自己腰间的佩刀 身上同样杀意弥漫 我一个人不够的话 那 再加上他们呢 周恒不急不慢 从腰间取出一只想剑 随后朝天放去的时候 一道急促的炸裂之音 瞬间扩散开来 第1058章 慌什么 大大大 随着想见升空 没多久 一连串的马蹄之音 便急促而来 不消多时 上百道骑兵 带着满脸的杀意 奔袭过来 这些人身穿黑色铠甲 全副武装 杀气腾腾 即便还隔着极远的距离 可仍然让整个空气 都感到了一种极强的压迫 终于 出现了吗 周征深吸一口气 缓缓抬起头 双瞳微缩之际 一抹寒光迸射而出 他知道 方才周恒所有的一切工作 不过都是假模假样的试探罢了 当确定这一次 周征只有这么点人的时候 他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獠牙 很快 杀手赶至 站在周恒的身后 拔出长刀 锋刃对准周征 陛下 我说过 光是你们 走不出去这里的 周恒挺直腰板 结笑一声之下 扭动着自己的脖梗 此时他反倒是不慌不忙 用一种猫捉老鼠的戏血目光 盯着周征 二十余年的筹划 总算是等到今日了 周恒 你知不知道 你在做什么 周平将周征护在身后 一脸恶狠狠地怒斥着 虽然早就猜到周恒会如此 只是真正到了这一刻的时候 周平还是感到一丝不可思议 自古以来 刺杀帝王 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天下 又有几个人是真的敢知道 当然知道了 不过你放心 看在我们之间的交情上 我会留你一个诠释 毕竟 若不是你 今日的局面 怎么可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周恒余光落在周平身上 轻声一笑 淡淡开口 而他这句话落下的时候 白西的头 也不可察觉地低下了不少 从头到尾 他们都是在利用周平 为的就是今天 即便有些怜悯周平 但周恒眼中的冷意 却没有消散嘶吼 男子汉大丈夫 生于天地之间 岂能御御久居人下 他也是皇室 也有皇族血脉 为何不能一飞冲天 况且 杀母之仇 不共戴天 只要能杀了周征 只要能杀了天井地 别说是利用周平 就算是牺牲掉白西 他也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后悔与犹豫 嗯 你们 你们这是什么反应 难道 你真的如此淡点 或者这么大度 可是 让周恒感到诧异的是 周征和周平两人 听到这明显的 离间的话语的时候 却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反倒是一脸平静 似乎并不意外一般 他早就知道 周征和周平两人关系 非比寻常 可他 还是无法相信 在这件事情上 周征居然没有任何责备的意思 毕竟 周恒刚才的话 本就是故意的 他想要看到的 就是周征对周平歇斯底里的怒斥 周征越是如此 越在周恒心中 是无能的表现 可偏偏 周征不动如山 毫无变化 这 根本不符合常理 甚至不符合人性 哼 装模作样 没错 你这无外乎 是知道死到灵头的装模作样罢了 这种伎俩 不仅不会让我敬佩你 反倒是更看穿 你了无能的样子罢了 突然 周恒摇摇头 用一套他自认为说得通的道理 喃喃自语 是吗 周恒 你今日 就这么有把握 周平终于在此时开口了 他脚步往前 抬头的时候 一丝亮光 从双眸深处闪烁而出 随后意味深长地开口 把握 我周恒 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今日 你们死定了 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 周恒咧嘴一笑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死定了 朕的一声 岂是你能指手画脚的 周征一声冷笑 嘴角微微上扬 而他的话 让周恒瞬间面色一变 这是什么意思 第1059章 大战 瞬间起 察觉到气氛不对的周恒 面色重新阴致下来 目光四处扫逝 可周围除了自己带来的杀手之外 根本没有其他任何的意向 然而 内心深处的急躁和不安 却越来越明显 哼 死到临头还嘴硬 我不管你到底有什么能耐 今日 就是你的死期 终于 周恒不愿意再做等待 手掌猛地落下 身后的杀手纷纷抽出长刀 一脸凶神恶煞地盯着周征 为了这一天 他们已经等了很久 这些杀手 都是周恒精心培养出来的 不仅实力强横 更主要是忠心耿耿 为了周恒他们 甘愿付出一切 包括生命 瞧得杀手们的动作 丹默和周平一个眼神 将周征再度护在身后 诸多护卫 呈现出一个椭圆形 将周征拱位在核心之内 一时间 双方剑拔弩张 空气中杀意弥漫 一场大战 即将再度开启 如果甘默还是全胜状态 今日或许要付出一些代价 可惜 现在的他 还有几分能耐 周征 只要你放下武器 交出旧之白皙的法子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我可以放他们一条活路 也可以给你留一句诠诗 瞳孔一皱 周恒有些迟除 但还是继续开口 而这话 让白皙重新抬头 神色复杂地重新看向周恒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未曾言语 只是重新将头低垂了下去 至于 周平 听到这里的时候 也有些猛 这周恒 此时还能想着白皙 漠不成真的是为了白皙着想 唯有周征 冷笑不止 不得不说 这周恒确实有些手段 即便是到了现在 即便是他看上去 还有些胜券在握 没想到还会使用心理战术 可惜 这样的手段 对于周征而言 简直就是毫无用处 不过是想要巩固自己 在这些死士面前的地位罢了 徒有其表 既然想出手 那还犹豫什么 朕 就站在这里 倒是想看看 你有几分能耐 周征当场戳穿周恒的面目 双手在胸前环抱 一脸挑衅 似乎丝毫没有在意 此时身处险境一般 果不其然 这句话 彻底让周恒的面色 阴质了下来 本来还想给周征一些体面 不过眼下 似乎是没有必要了 诸位兄弟 数十年的谋划 就在今日 只要杀了周征 往后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想不尽的辉煌人生 周恒嘴角撕裂 脸上浮现出一丝凶狠之相 而他动员之下的身后杀手 更是蠢蠢欲动 人这一辈子 大多数都是平平无奇 要想一飞冲天 谈何容易 但这一次不同 周征就在咫尺之间 他们有绝对的优势 只要杀了周征 就可以逆天改命 他们不同 在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阴暗世界 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行走在世间 从此以后 荣华 富贵 权势 地位 都将彻底让他们得到满足 自古 人未才死鸟未失望 从筹划开始 这些杀手就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 既然如此 就拼了 感受到身后杀手传来的浓浓战意 周恒嘴角上跳 杀 低吼一声 周征脚步猛地在地上一踏 旋即整个人一跃而起 朝着周征撕杀而去杀杀杀 身后杀手见状 毫不迟疑 纷纷跟上 哼 找死 周征和甘墨两人见状 眼睛迷成一道裂缝 怒斥一声 同样迎了上去 大战 瞬间起 第1060章 底牌 双方人马交织 兵器碰撞 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看似实力悬殊众多 可真正的交战 却让周恒等人瞬间面色一变 甘墨和周平勇 周征身边的那些护卫 同样是一等一的高手 他们身上充斥着强烈的杀意 双目燃血 浑身战意高涨 宛若是一个个 从地狱深处走出来的杀人恶魔一般 望着扑来的上百杀手 脸上不仅没有丝毫的慌张 反倒是多了一丝兴奋 能跟在周征身边 这些人的身手显然不俗 杀手们想要荣华富贵 可这些周征的护卫同样清楚 今日一战可以保驾护航 扬名立万 他们如何会怕 即便敌人是自己的十倍 可甘墨等人硬生生挡住了对方的攻击 甚至不断反杀敌人 鲜血开始在大地侵然起来 尸体开始不断累积 声音的痛苦之音开始充斥在这一片大地 可双方早已杀红了眼睛 白热化的阶段谁也不会后退 周征静静望着前方的战斗 见到不断有杀手倒在血泊中 可他没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 反倒是双目带着寒冷 死死盯着前方的周衡 察觉到周征那种尸骨的冰寒 周衡只觉得身体一个寒战 一刀落下 勉强逼退周平后 他趁机环顾四周 可这一眼望去的时候 他原本毕胜之心却有些发凉 因为周围不断倒下的都是他的死忠 十倍的力量不仅未曾逼退甘墨等人 反倒是被斩杀的节节败退 他只能大败收场 不行 绝对不行 心中一声怒吼 周衡紧咬牙 眼神中全是不甘 他万万没想到 仅仅只是十数人而已 就可以拦下自己上百的杀手 看来 还真是小瞧你们了呀 深吸一口气 周衡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随后眉头微皱 沉声开口 旋即 周衡手掌一握 是一身后的杀手不再冲锋 得到周衡信号的众多杀手 一脸狐疑 他们不是怕死 而是不明白 为何此事要停手 一旦对周征出手 所有人都清楚 他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了 怎么 怕了 周平冷笑一声 扭动脖梗的时候 脸上杀意再度浓郁几分 这种生死之间的战斗 让他神经都兴奋了起来 怕 该怕的 应该是你们 我不得不承认 你们很强 甚至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强横很多 可是 这还远远不能改写今日的局面 狠狠地吐出胸口的一股浊气 周衡鹰鹉的目光中 多了一丝严肃本想留守一下 现在看来 是没有留守的意义和必要性吗 周衡望着此时地上 躺下了二十余具 自己培养出来的死士师徒 有些心痛的开头 这些死士 死一个就少一个 这些都是他的心腹 他是一个都不愿意折损的 话语间 周衡重新举起了信号键 朝天发射的时候 箭矢爆响 一处刺眼的红光 在上空闪烁起来 我说过 你们 今天走不出这里的 周衡抬头望着刺眼的信号 最后目光重新落在周衡身上 这里 背景还是北境之地 真要弄出太大的动静 定然会引起 郑北王和郑北军的注意 所以 他本不想弄出这般动静的 可现在看来 已经没办法了 终于 要拿出底牌了吗 周衡似乎并不意外周衡的动作 眼神中反倒是隐约有些期待 第1061章 必死之局 双方对峙 红色信号不断发出刺眼的光芒 老大 周平敏锐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缓缓靠近周衡 压低的声音充满了担忧 甘莫同样如此 朝着身边的人使了一个眼色 满脸戒备 不敢放松警惕 既然要对阵出手 光是这一百多杀手 哪里够啊 周征并不意外 仍旧一脸平淡 没错 我确实还准备了后手 本不打算在这里动手的 可现在看来 不动手是没办法了 周衡也没有否认 而是站在原地静静地等待 大大大 不过一刻中 突然大地出现了一丝丝颤抖 随后杀力波动 一股强大的气息 由远而近 如此的变化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众多杀手和周征等人 都不由自主地 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 果不其然 视线的镜头 浩浩汤荡荡 一支队伍急而来 这一支队伍 全副武装 杀气腾腾 可与之前的杀手不同的是 他们的规模更大 放眼望去 足足有上千之众 见到这一支军队的出现 周衡嘴角终于浮现出一抹笑意 而周平和甘莫等人 则是瞬间面色一沉 此时他们终于知道 为何之前心中 会有那般不安的情绪了 这 才是周衡真正的手段吗 现在 你们觉得自己 有几分机会可以活下去 周衡扬天结笑 眼中充斥着一丝兴奋和疯狂 这是他的杀手锏 久经沙场的真正精锐 兵将部队 当这一千五百人 汇聚在周衡的身后的时候 强大的压迫之力 让这一处空气都瑟瑟发抖 那些杀手的气场 也被瞬间压制下来 眼中多了一丝忌惮和惊恐 不过 好在这些是他们的人 周衡 没想到你居然还换养军队 不过 这么大的动静 你以为北京之地的镇北军 是吃素的吗 等镇北军一到 你们都得玩玩 周平强忍着心中的慌张 冲着周衡冷漠低吼在大周 私自换养军队乃是大罪 一千余精锐 已经是不小的规模了 甚至超过了寻常的王爷的极限 没想到 周衡不仅在北京之地 培养了自己的杀手组织 更有如此的能耐和手段 忙过所有人豢养军队 一时间 周平对周衡可谓是十分忌惮 他知道 自己小瞧了周衡 没错 镇北军确实强大 但 那又如何 这里是喀纳斯荒原 等镇北军收到消息赶来的时候 你们早已成为了累累尸骨 听到镇北军 周衡心跳加速了些许 在北京之地 在大周 谁人听到镇北军不闻风丧胆 这也是为何一开始 周衡不愿意动用军队的原因 毕竟数大招风 正要是引起了镇北军的关注 后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但现在的周衡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不杀周征 他同样永无宁日 况且 只要自己速度足够快 未尝不能逃过镇北军的追杀 退一万步来说 只要他最后想办法 带着自己精心培养的杀手 逃离喀纳斯 也不算是失败 当务之急 唯有一件事 那就是斩杀周征 听罢 周衡面色一沉 甘默等人 同样一脸鹦雾 面对一百多杀手 他们还可以不惧 甚至可以反杀 可面对着一千多 充斥着杀气的军队 就算甘默有逆天手段 也要暂避锋芒 陛下 你跟着甘默先走 我留下来断后 深吸一口气 周平目光在对面扫尸一圈后 直接做出了决定 而他的话 让甘默一愣 但随后点点头 这 或许是唯一的法子 即便这样的代价 是周平等人必死 但 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一切可能性 护着周征的安全 第1062章 逃 逃 朕这一生 何曾有过这等耻辱 周征摇摇头 一脸淡定 然而 周平和甘默两人 却苦涩一笑 他们自然知道周征的性子 可他们更清楚 眼下的情况 已经不同于之前 活下去 才是最重要的 不得不说 就冲你这句话 无论是不是装出来的 都足够有意气 可惜啊 有些时候 意气和品格 毫无用处 周征 束手就擒吧 今天 你走不掉的 周恒冷审 身后的军队 更是急不可耐 准备随时出手 周征摆摆手 他目光在周恒身后的军队身上 扫射一圈后 脸上浮现出一丝 很强的失望之色 你自己培养杀手 构造了北京之地最大的黑市 朕觉得 你是有能耐的 你能为复仇 暗中隐忍数十年 并且不被察觉 朕觉得 你是有手段的 你能找准机会 用尽办法 甚至最后对朕出手 朕觉得 你是有魄力和胆识的 无论上一代有何恩怨 至少在朕看来 你不是一个耸包软淡 所以 朕从未比是你 周征双手贝利 轻声难语 他的声音不大 可落在周恒等人的耳朵中 却让人感到了极强的意外 没有人知道 周征这番话 到底是何意思 可是 朕见到这一千余军队的时候 却很失望 对你相当失望 周征这句话 声音提高了许多 甚至眼中带着一丝厌恶和反感 周恒始料未及 显然有些猛逼 就连周平和甘末 也有些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怎么 老羞成怒了 周恒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周征无能的表现罢了 因为 你居然借助大夏国的力量 这些人 从来都不是我大周子明 而是大夏国的凶徒 他们手上沾满了 我大周子明的鲜血 他们身上背负着 我大周军队的性命 而现在 你居然与他们为伍 当真是可笑至极 当真是可悲至极 当真是失望至极 周征手指着这一千余军队的时候 朝着周恒大声怒斥 身为大周人 身为大周皇室 居然做出此等丑恶的事情 真是让人不耻 果不其然 周征的斥责 让周恒面色瞬间一变 这也是为何一开始 他不愿意动用这一支军队的原因 不仅仅是因为 畏惧镇北军 更是因为这一支军队的身份特殊 一旦消息走漏 天下人皆知 那么周恒就在无资格争夺大周的皇位了 毕竟天下人 谁能接受 大周和大夏 早已是世仇 呼呼呼呼 很吸一口气 强行压制自己体内的情绪波动 周恒尽可能让自己看上去冷静一些 事已至此 开弓已经没有回头见了 只要今日斩尽杀绝 将周征等人全部斩杀 消息就不会泄露出去 至于这一千余军队的嘴 他自然有办法控制住 大不了 找个机会 全部坑杀了就行 自古以来 无毒不丈夫 现在的周恒 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哼 周征 任由你说的天花乱坠 今日 你都必死无疑 周恒已经没有任何耐心了 再不出手 或许真的 就会引来镇北军了 诸位 杀 手掌一挥 身后的一千余精锐 便准备冲杀 上堂 周征眼睛微眯 同样立刻一声 周平等人得令 直接从身后的马车里面 拿出了火枪 这 才是他们真正的手段 第1063章 周恒的阴邪 火枪的出现 让准备冲杀的军队一愣 脸上悉数浮现出浓郁的忌惮 如今的世界 火枪的威力 早已根深蒂鼓 谁也不敢小觑 就你们十多杆枪 就以为可以活下去 真是 痴心妄想 周恒冷笑一声 眼中并无太大的波动 火枪固然威力大 可惜数量有限 面对着真正的众多铁技冲击之下 威力也定然大打折扣 他并不意外 周征身边有这些火枪 毕竟火枪虽说珍贵 在市面上也不流通 可是周征的身份更加的尊崇 果然 周恒的一番话 让那些忌惮的军队脸上的阴霾 也消散了不少 兄弟们 冲过去 杀了周征 大下国皇帝 定然会对你们加官进决 让你们一身荣耀 周恒此时也不再隐瞒这些军队的身份 直接开口 此话一出 军队战役再度提升了不少 老大 快走 周平知道 这一次周恒一定会不顾一切斩杀他们 眼下他们就算火枪在手 可也绝对挡不住对方太久 一旦近身 一千多精锐 足以让他们尸骨不存 将他们吃的皮都不剩 周平只希望周征可以活着离开 至于其他的并不重要 放心 朕的命 他还没有资格收割 周征摇摇头 举起火枪 同样瞄准对方的周恒等人 他知道 眼下多说无意 唯有一战 陛下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甘莫见到周征 还想要一战 同样急促地归权 可惜 毫无用处 诸位 就是他杀了你们大下国多少手足兄弟 让你们大下国英明尽毁 今日 不仅是你们功成名就的时候 更是你们报仇血恨之时 周恒结效 不断煽动着这些大下国的精锐 他很清楚 火枪的威慑力太大 他必须想办法让这些大下国的精锐 不顾一切冲过去才行 最好的放大 就是彻底激怒他们心中的杀意 果不其然 周恒这一番话 让所有的大下国精锐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兴奋起来 大下国 谁人不想杀周 谁人不想建功立业 成为草原上的英雄 眼下 就是绝佳的机会 就算冲在最前面的精锐 会生死又如何 十多赶枪 如何撼动一千余精锐 杀杀杀 一连串的嘶吼之音下 这些大下国的精锐 终于疯狂了起来 胯下战马仰头思鸣 而后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周征他们冲撞而去 后方的步兵 同样拔出长刀利剑 不畏生死 他们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杀了周征 将大下国曾经失去的尊严 彻底地找回来 这一刻 他们等很久 一千余精锐冲刺之下 数十丈的距离转瞬而逝 砰砰砰 周征仍旧是冷静地可怕 直接扣动扳机 子弹迸射 刺耳的声音 响彻在这一片大地之上 十数人 整齐地排成一条直线 没有任何的战术 他们唯有一个动作 那就是扣动火枪 每一颗子弹的发射 都精确地射入敌人的头颅之中 将其性命当场带走 每一个呼吸 每一次枪响 都有大下国的精锐倒下 可这种死亡的速度 在一千余精锐的面前 却显得毫无用处 甚至 同伴的生死 进一步刺激了 其他大下国的精锐他们 不断嘶吼 疯狂朝着周征 他们所在之处冲击而来 见状的周衡 长舒一口气 他一声令下 让自己的那些死士 原地不动 送死的事情 交给这些大下国 军队就行 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收割胜利的果实 望着冲在前方的那些 大下国精锐 周衡一脸冷漠 第1064章 从天而降 枪响撤大地 可很快就被一千余 大下精锐的冲杀之音掩盖 浩浩荡荡的冲杀 来势汹汹 让周平等人 心跳越来越快 心中的焦虑也越发明显 眼下 在想护着周征撤退 已经来不及了 一切只能寄希望于奇迹 而甘墨余光 不断在周围扫视 他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即便是今日 将性命留在这里 也要为周征撕开一道口子 护着他安全离去 三十丈 十丈 近在咫尺 巨大的压迫之感 让死亡的气息开始笼罩 但周征身边之人 没有一人慌乱 更没没有人在这个时候 畏惧和逃亡 他们只有一个念头 殊死一战 朕北军何在 还不出手 更待何时 终于 望着越来越近的这些大下国精锐 周征再也忍不住 他起身朝着天空 猛的一声幕后 而这句话 让冲在最前方的大下国精锐一愣 就连周衡和甘墨等人 都万万没想到 他们一脸不可置信地望着周征 神色茫然 就连周平都认为 周征此时的一番话 没有任何的意义与价值 当然 声音传到后方的周衡看来 不过是周征强弩之末的 无能嘶吼罢了 大下国的精锐 更是得意 因为这无疑说明 周征是死到临头了 大仇就在眼前 即将报仇血恨 他们更加疯狂 至于镇北军 就算是镇北军此时已经得到消息 要赶过来 至少也需要两个时辰 两个时辰 足以让这些大下国的精锐 将周征等人全部斩杀干净 完了 真的没机会了 周平心中暗想 随后只能紧咬牙 他知道 现在除了死战之外 别无他法 即便面对着这必死之局 内心仍旧有些恐慌 可周平还是尽最大可能 让自己站在周征的跟前 无论结果如何 他都不会允许周征死在他的前面 老大 你若能回到大周 记得帮我配一个英婚 我要腿长腰膝屁股大的那种 最好多配几个 周平似乎是在交代后事一般 留下这句话 眼中有些泛泪 随后静止朝着前方冲杀而去 显然 周平已经做好了 必死的决心和准备 见到周平如此 周征一愣 随后苦涩一笑 朕没让你死 你就死不了 不得不说 周征此时还是有些感动 跟在自己身边这么多年 周平似乎还没有真正的享受过 一时间 周征感慨颇多 可惜 周征的这句话 早已被对面冲过来的 大军的声音掩饰 他根本听不到镇北军在此 镇北军在此 镇北军在此 然而 就在咫尺之举 敌军即将冲到周征的跟前的时候 一连串的声音 宛若晴天霹雳冲天而降一般 乍响开来 巨大的声音 带着浓郁的战役 瞬间覆盖了整个战场 而如此变动 让所有的人都心头猛的一阵 这声音 从何而来 那浓郁的战役 又是从何而来 原本还是杀意凛冽 战役盎然的大下国 金锐猛地站在原地 一脸不可置信 消消消 就在他们猛逼的时候 无数破空的尖锐之音 暴射而来 不知道何时 铺天带地的剑雨落下 将冲在最前方的大下国金锐 当场射杀 突然的变化 让所有人大惊失色 可是环顾四周 除了周征他们 空无一人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莫不成是闹鬼了 就连周平也忍不住停下脚步 揉揉自己的眼睛 仿佛怀疑自己 之前看到的是幻觉一般 到底是哪里传来的声音 是哪里急射而来的利剑 第1065章 在地下 突然的利剑 瞬间刺破这些大下国金锐的防御 剑粗入体 在他们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就留下了数十具尸体 所有人原本的浓郁战役 在这一刻都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震撼和慌张 众人不断环视四周 可空无一人 就连前方的周平等人也嘴角抽搐 双目尽是差矣 莫不成是有天神相助 当这个念头 在众人的心中冒出来的时候 大下国金锐开始犹豫不前 毕竟 他们虽想要斩杀周征 虽说想要成为大下国的英雄 可也没有人是傻逼 在未知的面前 他们很清楚 保住自己的性命 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若连性命都没有了 其他一切都是扯淡 见到众大下国金锐止步不前 周恒心中一慌 随后顾不上其他开始怒斥这些金锐 果不其然 随着周恒的怒斥咒骂 这些大下国的金锐心头猛的一怒 上千人 折服在大周王朝数年之久 为的就是今日 现在胜利尽在咫尺 周征的性命随时可以拿走 为何要停步 就算真有天神降临 又如何 现在绝对的优势 仍然在他们的手中 纵然上千金锐 可能随时被这莫名的利剑斩杀 但周征的性命只有一条 他们只要一次机会 只要找到一次出手的机会 就可以将周征斩杀 从而结束这一次的行动 想到这里 众将士心头一阵火热 玄机双目再度闪烁很力的杀意之光 纷纷朝着周征再度冲杀而去 消消消 可这一次 迎接他们的不是周征的后退和急促 而是一阵阵破空的利刃之音 如果说上一次厮杀之音漫天 他们压根没有听清楚的话 那么这一次 他们则是听得清清楚楚 众多箭矢就像是过江之际一般 根本数不进铺天盖地 宛若乌云密布一般 带着死亡的气息 再次笼罩大下国的精锐 这一次 即便众人有了准备 可面对着仓促之下 击射而来的箭矢 他们仍然无能为力 冲在最前方的精锐 甚至没有太多的反应机会 便变成了尸体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们的双目还是瞪大的 显然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恐慌和后悔 可惜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一轮剑簇急射落下 带走上百大下国精锐的性命 重伤者更是不在少数 好不容易汇聚起来的士气 瞬间消散 如果说之前他们只是慌张的话 那么现在众人就是畏惧和害怕 他们怕的不是这些利剑 而是连人影都没有看到的攻击 该死的到底藏在哪里 所有人心头一紧 呼吸急促 声音也开始了抖动 周平和甘默对视一眼 虽说不知道这些利剑从何而来 但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们知道你 只要将这大下国的精锐打退 他们就有机会 只要撑住两个时辰 镇北军的援军就会感到 到时候局势逆转 一切就由不得周衡了 难道镇北军会上天遁地 周平眉头紧锁 他刚才可清清楚楚地听到了 周征怒喝一声镇北军何在 他也听到了镇北军的响应 但偏偏就是自己没见到镇北军的影子 可他更清楚自己绝对不是幻听 于光桥的周征一脸淡定 周平也狠狠地长松一口气 他知道一切都在周征的掌控之中 地下 在地下 就在此时 一道尖锐的声音从周衡的口中发了出来 第1066章 怎么办 周衡一直站在原地 就在刚才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所有的利剑 暴射出来的方向 乃是在周征身后的大地 这一发现 让他瞬间面色一变 果不其然 周征的惊呼 引起了所有大下精锐的注意 与此同时 在他们前方的那一片土地 出现了剧烈的摇晃 随后一道道身影 宛若鬼魅一般 从大地中缓缓站了起来 这些人 身着沙色服装 用泥土覆盖着自己的身躯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与周围的环节完美地融入在一起 若是不知道的人 即便是从他们身边经过 几乎都难以察觉到 如此伪装 瞬间让这些大下国的精锐 和周恒等人震撼不已 难怪周征一开始就有恃无恐 难怪周征面对着如此大的威胁 毫不慌张 原来是早有准备 当这些身影完全站起来的时候 足足有五百余人 他们手持改造过的弓弩 目光坚定 眼神中杀意明显 他们站在周征的身后 弓弩对准了对面的大下国精锐 只要周征一声令下 就可以万箭齐发 察觉到这种气势 大下国的精锐 原本的必胜之心荡然无存 反倒是内心慌张 甚至忍不住想要后退 该死的 周恒紧握拳头 眼珠子开始了不断地转动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了 甚至早已将整个喀纳斯草原 提前进行了观察 甚至专门走到自己的面前 给周征造成威胁 为的就是想要检测出来 周征是不是就身边这点力量 可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周征居然还有如此的后手 他不仅有后手 更是能忍到现在这一步 当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为什么 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周恒双目通红 他激进癫狂 可还是想不明白 功败垂成 他很清楚 今日再想要杀周征 已经难如登天 可他不甘心 朕说过 要将你们一网打尽 周征咧嘴微笑 轻声回应 若是不将自己 完全置身于危险之中 如能将这这一千余大下国的精锐 引诱出来 这些人能折负在大周王朝十数年 其能耐可见一般 真要是让他们继续留下来 必然是后患无穷 既然选择了要对周恒出手 周征就要斩草出根 永绝后患 短短的话语 让周恒心急攻心 一口鲜血 忍不住直接喷涌出来 他身体亮腔 神色复杂 时而仰天大笑 时而郁郁寡欢 他很清楚 这次自己败了 拼光了所有的底牌 可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此等结果 他不甘心 但终究无能为力 老大 您可吓死我了 早说有这等后手 也让我装装逼啊 周平根本不在乎周恒的反应 也是长松一口气 就在当前 他已经做好了身死的准备了 没想到峰回路转 一切都是周征的计谋 只是想到你这里 周平还是有些不甘心 刚才固然汗不为死 但在他看来 自己还可以再增强一些情绪 让自己的形象更加的刀打 越想越懊悔 毕竟 当英雄的那种不畏生死的机会 可不多见 见周平吊锒铛的样子 周征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老大 接下来怎么办 周平深吸一口气 恢复了正常 随后一脸认真开口询问 怎么办 当然是一个不留啊 第1067章 周征的可怕 兄弟们 现在已经没做回头路了 从今日大周开始折服那一天 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为国捐躯 杀了周征 大下国的金锐也是聪明人 见状很清楚 今日他们已经回天乏术了 可是他们不甘心 仅咬牙之下 杀意更浓 既然横竖都逃不过 那就拼死一搏 一声怒吼之下 上千人再度抽出长刀 不顾一切朝着周征厮杀而去 这一次 他们果断 没有任何的犹豫 既然今日难逃一死 那么不如就轰轰烈烈果断出手 至少可以让自己的名声 稍微好听一些 见到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下国金锐 周征眼神冷漠 杀人 早已不能让他的内心 出现任何的波动了 别说这里只是一千余金锐 就算是一万余十万余人 又如何杀 一个不留 手掌猛地落下 身后的镇北军金锐 纷纷举起弓弩 搭剑上弦 随后瞄准 削削削 弓弩扣动 万剑齐发 乌泱泱的利剑 这一次比起之前更加有威慑之力 这些弓弩对准着冲过来的 大下国金锐的头部和心脏 每一次利剑暴射出去 都会带走一个大下国金锐的性命 万剑齐发 不过是呼吸的时间 冲在最前方的大下国金锐 就倒下一片 他们甚至连痛苦的声音和哀嚎之音 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 就变成了尸体 鲜血横流 染红大地 可是他们的生死 不仅没有震慑住后方的大下国金锐 反倒是那些金锐变得更加凶狠 他们歇斯底里不断发出嘶吼的声音 似乎要用尽力量冲到周征的跟前 然而 改良后的弓弩 岂是他们的身躯可以抵挡的 就算是有坚固的铠甲 就算是有强横的肉体 就算是有不畏生死的灵魂 但在如此近距离的弓弩之下 一切都毫无用处 都不过是徒劳无功的罢了 消消消 空气中持续的爆破之音 和利剑穿透的声音刺耳到了极致 整个空气中原本凝重的氛围 也逐渐被刺鼻的血腥味道所笼罩 没有人知道 有多少大下国的精锐倒下 但所有人都清楚 他们的结局早就决定了 咚咚咚 又是一轮力尖落下 最后一位大下国的精锐 也彻底爬不起来了 此时的荒原之上 横七竖八 有一千余尸体倒在血泊之中 这已经不叫所谓的战争 而是所谓的一面倒的屠杀 不是他们不怕死 而是他们很清楚 死在这里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 大下国永远不会承认逃兵 他们若真的逃回了大下国 只怕连家人都会受到牵连 冷眼往这些尸体上望过去 最后落在了周恒等人的身上 此时 双方之间有百余杖 可这中间 却凭空多了一堵尸墙 望着这些 已经失去了生机的尸体 周恒身体颤抖着 面色苍白到了极致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十数年的准备 毁于一旦 他甚至没想到 绝对的优势局面 会瞬间被扭转 更没想到 这一千人就像傻逼一样 没有起到任何的用处 而周恒身后的那些死中杀手 此时同样心跳加速 这种范围的杀戮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千余尸体的冲击 让一些人忍不住 当场干呕了起来 这 就是周征的可怕之处吗 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 第1068章 丝毫不慌 哥哥 我们 说了 白希望着恒在面前的 上千具尸体 面色苍白 紧咬红唇 轻声开口 他声音抖动得厉害 这样的场景 在之前白希何曾见过 好在最后的李志告诉他 所有的计划 都已经彻底泡汤了 他们不仅输了 而且输得彻彻底底 精心的计划 不仅没对周征 造成任何的伤害 反倒是让周征找到机会 将他们彻底铲除压抑的氛围 让白希感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绝望 如果之前只是听闻 周征的能耐和手段 那么这一次 他则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周征的强横之处 算无一策 从一开始 他就猜测到了这一步 从一开始 就不输好了一切 而周征接下来 唯一要做的 就是等待 等待他们上钩就可以 想到这里 白希一脸苦涩 和这样的人 还怎么斗 根本就没有 丝毫胜算和可能性 输 我们还没有说 周恒双瞳瞪大 拳头紧握 大声怒吼 只要我们还活着 一切就都还有机会 摇摇头 深吸一口气 周恒突然咧嘴一笑 胜败乃兵家常事 如果连这点挫折 都承受不了的话 他还如何去争夺天下 我承认 小瞧周征了 但那又如何 周征 同样小瞧了我 狠狠地吐出胸口啄气 周恒仍然不信服周征 仍然相信 自己可以和周征搬手腕 诸位兄弟 拦住他 只见周恒转身指着周征 朝着身后的上百杀手 沉生下命 他刚才说 不过是因为那 一千余大下国的蠢货 一千余人 就像傻逼一样 带着受死之心 硬生生倒在弓弩之下 但凡他们稍微有些头脑 但凡他们还有战意 早就冲到周征跟前 不说杀了周征 至少可以破坏周征身边的力量 可惜 他们除了送死之外 什么都没做 简直就是一群废物 兄弟们放心 这一千余人的尸体 组成的沟壑 足以拦住他们一段时间 你们不会白死的 我会想办法 照料好你们的家人 以后也会给你们厚葬 见到身边的杀手有些犹豫 周恒冷声重新开口 与其说这是命令 不如说这是威胁 这剩下来的近一百杀手 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只要牵制住周征 他们就有机会逃走 只要自己活着 就能东山再起 到时候 他再和周征一较高下 难道 你们忘了当初的誓言 忘了你们的性命 都是我救下来的 现在 就是你们报恩的时候了 见到这些杀手 还是有些迟疑 周恒已经急不可耐 大声呵斥了 果不其然 威逼利诱之下 这些杀手眼神也坚定起来 随后起身 将周恒护在身后 目光灼灼地盯着周征 兄弟们 多谢了 周恒见状 总算是松了一口 随后不顾其他 拉着白皙 直接一跃上马 朝着反方向逃离而去 至于这些杀手 最后会是什么结局 周恒根本不在乎 随着周恒的逃亡 周平等人心头一慌 可偏偏无可奈何 只能眼睁睁 毕竟 要跨过这一千余尸体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何况 还有近百位杀手 他们不可能放下周征 去追击周恒 只能先放了周恒 后续再找机会 他 逃不了的 然而 周征双手枕在后脑上上 丝毫不慌 第1069章 老大 真乃神人 杀手很强 可惜在周征面前 根本不够看 不过是一炷香的时间 最后的一个杀手 也倒在地上 变成了尸体 此时的周遭荒原 血流成河 尸骨成山 只是 望着这一幕的周征 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他不是试杀之人 但也绝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他给过周恒很多机会 可惜周恒都没有抓住 既然如此 周征也不用手下留情 但是没死 想来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望着周恒消失的方向 周平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沉声开口 他太明白其中的关键了 这一次黑市杀手损失一大半 就算还有苟延残喘之辈 也难成气候 至于周恒 想要再培养这些杀手 谈何容易 况且 大下国行动失败 以拓拔裂的性子 之后 只怕也不会再给周恒太多的支持 毕竟 在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身上 过度投资 可不是一件理智的事情 逃 放心 他逃不掉的 周征双臂舒展 淡淡地开口 他的话 周平一愣 不过并未接过去 他知道周征的通天手段 若真要杀一人的话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一炷香 最多一炷香的时间 就可以了 周征扭动脖梗 轻描淡写地开口 而这句话 终于让甘默和周平两人 瞳孔一皱 看得出来周恒手段不俗 而且心狠手辣 一旦逃脱 必然小心翼翼 再想要找到他 谈何容易 即便白溪有肺牢 需要药材 可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们可以肯定 周恒就算牺牲白溪 也不会暴露他自己 可周征如此的把握 让他们还是还有意外 随后 周征就在找了个地方休息 不再言语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一般 直到 一炷香之后 急促的马蹄四鸣之音 再度从远方传来 而此番变化 让周平等人 神经重新紧绷起来 一脸戒备地盯着视线中 不断放大的身影 满脸戒备 不敢松懈 直到 看清楚来人的穿着 是郑北军的时候 才稍微松一口气 看来 郑北军的速度 不行啊 周平耸耸间 言语中带着一丝丝的不满 毕竟 刚才那等危机的时候 郑北军都没有赶到 要不是周征提前埋伏了一对人马 在这喀纳斯荒原之上的话 只怕他们就有可能交代在这里了 想到这里的时候 周平越想越气 只是 当见到最前方为首的是 萧虎的时候 周平才勉强压制住心中的怨气 毕竟萧虎的身份 可比周平高一减 再说 萧虎亲自出马 也可见重视程度 不对 你们看 那马车上 似乎囚着一个人 反倒是甘默眼神好 指着萧虎身后的一辆囚车 大声开口寻声望去 周平定眼一看 赫然发现 囚车中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以往逃走了的周恒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显然 周平也始料未及 只不过 周平转头 看见周征一脸平静的时候 似乎瞬间想到了什么一般 老大 这萧虎也是您提前布置好了的 周平询问之际 周征点点头 嘶嘶嘶嘶 什么是算无一策 这才是算无一策呀 难怪刚才周征就说 最多一炷香的时间 就可以将周恒抓回来 老大 真乃神人也 第1070章 你有什么能耐 萧虎等人三步并坐两步急忙赶来 瞧见周征无恙的时候 方才松了一口气 陛下 这两人已经被臣拿住了 请陛下发落 萧虎指着囚车中的周恒的时候 眼神中多了一丝浓郁的杀意 在北境之地居然还隐藏着这样的一号人物 这一次若非周征的关系 只怕他们还会被瞒着很久 最重要的是 周恒之心 当诛之 若不是想着周征的命令 若不是想着他身上还有皇室血脉 以萧虎的性子 当场就将其斩杀了 此时囚车中的白皙低头 满脸都是泪水 而周恒紧咬牙 怒目而瞪 他万万没想到 周征的心思会缜密到如此地步 自己想尽办法 没想到 还是栽到周征的手中了 呼呼呼 缓缓地吐出胸口的一股浊气 周恒目光闪烁 随后望着周征 终究还是开口了 能不能 放我一条活路 这开口的第一句话 就震撼到了所有人 就连一向脸皮疾厚的周平嘴角 也忍不住抽出了起来 通敌卖国 意图弑君 乃一件都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而且 折服在北境之地 想要颠覆大周政权 别说寻常人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是死路一条 周平想不明白 这周恒到底是脑子哪里出现了问题 这家伙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罪过 周征同样有些诧异和意外 毕竟他想过很多可能性 都没想到周恒会求饶 理由 不过周征倒是不慌不忙 轻声询问 这个世界上 从来没有莫名的爱 也没有莫名的求饶 我乃皇室血统 也算是你的手足兄弟 请咬牙 周恒确实想要活下去 所以第一句话就是亲情牌 可惜周征当场就摇摇头 手足兄弟 他可知周藩等人的结果和下场 周征要做一件事情 就算是自己同胞兄弟惹到了他 他也会将其抹去 何况周恒还只是他名义上 以前从未接触过有的堂兄 我可以告诉所有的杀手名单 这一次 我不过是带了一部分出来 还有一部分折服在北境之地 放了我 我可以将他们名单拿出来 真正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否则 这群人日后会在北境之地做什么 就不知道了 周平有些得意和自豪 此时 这些他亲手培养出来的杀手 似乎变成了他手中的工具 用以替换自己活下去的工具罢了 周征很意外 周平更是始料未及 没想到 这人为了活下去 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过此次 周平罕见得没开口 因为他知道 那些杀手潜伏在北境之地 绝不是一件好事 哼 你说的名单 是这个吗 萧狐冷笑一声 手掌多了一张名单 随后当着周恒的面直接打开 望着其中密密麻麻的名字 周恒当场猛逼 眼神中尽是不可置信的震撼之色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嘴里面还念念自语 而脸上原本的底气也荡然无存 陛下早就做了安排 这些人 全部都被镇北军拿下来了 并全部格杀 你 以为 你还有什么能耐和本事 萧狐嘲讽一声 萧家经营北境之地 其掌控的力量 远非常人可以想象的 萧家要想查北境之地的东西 就没有查不到的 第1071章 周恒慌了 周恒听到萧狐的话 心头骤然一沉 他面色死一般的苍白 整个人双腿都有些发软 十数年的经营 没想到 终究还是毁于一旦 即便再不愿意相信 可见到名单的那一瞬间 他就知道 自己的所有一切 都完了 眼中最后的光芒 在这一刻 他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瞬间 他终于知道 自己失败了 而且是失败的彻彻底底 所以 你觉得你 还有什么价值 萧狐冷笑一声 前些年周恒 做得太隐蔽 甚至瞒过了萧家的眼睛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不会留下蛛丝马迹 周征早就给萧家交代了 这一次引蛇出动的目的 不仅仅是 为了要将大下国的精锐 一网打尽 也是为了将黑市杀手 悉数抹除 就算崛起三尺 萧家也不会给他们 留下任何的机会 只要给我一条活路 我可以让白皙嫁给你 周恒还是不甘心 他深吸一口气 目光在一旁的白皙身上 停留了很久 最后仿佛做了一个 巨大的决定一般 落在了周平的身上 周平 你不是喜欢白皙吗 只要你向陛下求情 给我一条活路 白皙就嫁给你 紧咬牙 这是周恒最后的希望 也是周恒最大的底牌 他比谁都清楚 周平对白皙是多么的喜欢 甚至冒着自己 被感染肺牢的风险 也要站在白皙的身旁 这一份爱 是那么的纯粹 这一问 让周平始料未及 他眉头紧皱 旋即缓缓低头 神色有些复杂 对于白皙 他确实动了真感情 即便明知道 白皙心中有其他男人 即便明知道 白皙对他从来都是利用 但周平也无法否认 自己对白皙 很是喜欢周平 救救我哥哥可以吗 从此以后 当牛做马 我对你感激不尽 白皙苍白的面容之上 早已泪流满面 那种梨花带泪 让他的柔弱 被进一步放大 那种孤怜的凄凉 宛若在风中摇曳的白莲花 让心忍不住心生疼惜 有些沙哑的脆弱声音 传到周平的耳朵中的那一刻 周平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那情感 他抬头的瞬间 刚好与白皙四目相对 那一双眼眸 是如此的纯粹 那一张几乎完美到极致的五官 以及 那颤抖的声音带来的腾熙 无意不适 让周平为之动容 紧咬牙 周平虽说未曾说话 可拳头紧握 终究还是将目光 落在了周征的身上 他很清楚 只要自己开口 周征必然会答应他的要求 他也清楚 周衡的性命 就在他的一念之间 至于 能不能杀了周衡取白皙 周平很清楚 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渊渊相报何时了 真要杀了周衡 他就是白皙的仇人 周衡是白皙唯一的亲人了 他可不希望自己的枕边人 天天念着杀害自己 老大 耳边不断传来白皙的祈求 周平最终还是心软了 他苦涩一笑 随后转头望向周征 缓缓开口 如此动作 让萧虎眉头紧皱 面色陡然一变 毕竟周衡就算是死十次 也不为过 但萧虎更清楚周征的性子 也明白周征和周平之间的感情 他轻叹一口气 知道这件事情 真正的核心与关键之处 在于周平身上 如何选择 主动权 只在周平手中 周衡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那原本绝望的双瞳之内 重新闪烁出来一丝光亮 他呼吸急促 眼中有光 身上重新散发出来了希望 只要能活下来 未来一切就都还有可能 第1072章 决定权 老大 现在的周衡 已经翻不起浪花了 仿佛是做了巨大的决定一般 周平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还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他的话 让萧虎等人心头一震 随后缓缓闭上眼睛 周平同样苦涩一笑 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心狠 他本以为自己可以视而不见 可就在刚才 白皙的一番话语 让他终究还是内心动摇了 他知道 若今日真的不说出这句话 或许一辈子 他都无法原谅自己 你 你胡逗啊 甘莫摇摇头 也只能如此一句话作罢 倒是周征 微微点头 这 才是我认识的周平啊 真性情 不做做 周征并不意味周平的选择 反倒是感到一丝丝的欣慰 老大 这一次 我欠了一个人情 但 若下一次 周恒敢敢有任何不轨之心 我定然亲自手认他 话锋一转 周平眼中寒光蹦射 转头望着周恒 紧咬牙沉声威胁 他这句话 让周恒一愣 随后低头不敢与其对视 他比谁都清楚 周平这句话 绝非是场面话 更不是虚张声势 今日 让周平在这般情况下 为他们求情 已经耗尽了周平对白皙的欢喜 周恒若真敢在胡来 他毫不怀疑 周平会亲自出手将他宰了 但 周恒现在并不在意 因为 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活下去 只要能活下去 一切 都来得及 至于未来 鹿死水手 人未可知 白皙同样长出一口气 他意味深长地望了一眼周恒 随后脸上的泪滴继续低落 整个现场安静了下来 众人不语 从此以后 白皙将嫁给你 我相信 你能照顾好他 再次抬头的时候 周恒脸上 已经重新挂起了一丝笑容 仿佛之前发生的敌对事情 他已经忘记了 似乎现在 两人已经是一家人了一般 这般嘴脸 让众人不惜 甚至是有些厌恶 甚至甘默多次想要开口 但最后却没说出来 如何 周征转头望着周平继续追问 他这句话 很明显是想问周平 对这所谓的婚事如何看待 这一问 让周平也有些恍惚 谁能想到 本打算是为了了却 自己情感上的事情 最后居然会直接 进入到所谓的结婚事宜 婚姻大事 即便他身为世子 但也不可能胡来 如果没有之前的事情 如果周恒没有造反 或许现在的周平会欣喜若狂 可除了这件事情 让周平却犹豫了起来 娶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甚至是一个投敌卖国之辈 真的值得吗 但 这个女人周平是真的爱过 甚至 是用心爱过的 错过这个机会 或许这一辈子 都会后悔吧 周平一时间 不知道应该如何做出抉择 陛下是我的老大 一辈子的老大 我 听陛下的 狠狠地吐出胸口一股浊气 周平将决定权交给了周征 他是聪明人 他比谁都清楚 动了感情的自己 早已不理智了 他更清楚 周征绝对不可能害自己 若周征止婚 就算是拥王也不会反对 若周征反对 他周平也可以彻底断了自己的念头 周平的态度 让周恒嘴角不可察觉地抽出了些许 显然他没想到 周平在关键时候 居然优柔寡断 更没想到 他会将主动权重新交给周征 要知道 最让周恒忌惮的 就是周征了 甘末 萧虎等人同样心思再度活络起来 所有人的注意力 重新汇聚在周征身上 这一刻 气氛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他们都在等 等着周征做出最终的决定 第1073章 布局 你想嫁给他吗 周征双手背力 眼睛微微一眯 随后一抹寒光不可察觉地 从双瞳之中闪烁而过最终 周征缓缓地从胸口吐出一股浊气 盯着白皙 沉声问道 这一问 让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落在了白皙身上 就连萧虎和甘末等人也紧张了不少 他们自然清楚 周征如此疑问 便意味着 接下来极有可能止婚 再想想之前 周衡等人的谋反是军事仪 萧虎拳头紧握 但终究未曾开口 他们比谁都清楚 这件事情 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也清楚 周征和周平之间存在着的情感 当下 即便是有再无的无奈和不甘 也只能化作一声轻叹 至于白皙 显然也没想到 周征会将这个问题抛给他 一时间 白皙有些发愣 有些犹豫 他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 将目光落在周衡身上 这些年 从小到大 大大小小的事情 几乎都是周衡在做决定 他早已习惯 一切都听从周衡的要求和安排 四目相对 周衡没有任何的话语 可 从周衡的眼睛中 白皙已经看到了答案 而且是相当确定的答案 嗯 随后 白皙轻弱闻音的声音 从鼻腔中传了出来 而这看似不起眼的回应 却让周衡嘴角的笑意 更加的明显 至于肖虎和肝默等人 则是将头低垂下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或许已经没有其他 可以期许的了 而周平也是心跳微微一动 他终于听到了 自己想要听的答案 因为 就在刚才 他比谁都紧张 手掌之中 甚至已经出了不少的汉字 毕竟 若白皙拒绝的话 他算什么 他只能算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丑 然而 本以为听到这个答案的自己 会欣喜若狂 可事实上 周平发现自己没有 他情绪很稳定 除了长舒一口气之外 似乎并没有所谓的兴奋 不过 周平这些年性子早已变化 已经是一个真正 可以托付的负责任的男人了 所以 无论情绪变化如何 无论是不是惊喜和振奋 他都清楚 只要周征止婚 只要白皙愿意嫁给他 那么未来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不会抛弃白皙 至于世人不理解 至于周庸王的震怒 甚至周征的失望 他都清楚 只能他一个人独自承担 可这个世界从来都是如此 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想要得到什么 就要准备好失去什么 即便 他亲手杀了郑震 你也可以不在乎 周征嘴角突然上扬 话风一转 毫无征兆地开口 果不其然 这句话一出 白皙整个人的面色 都骤然苍白了起来 就连一旁原本一位圣券在握 得意洋洋的周衡 也眉头紧皱 神色急速变化 前段时间 北境之地开始了大整盾大屠杀 无数镇北军中的蛀虫和叛军 被郑国公亲自减斩 这件事情 在北境之地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名单之中 正是有郑震 当初白皙和周衡也想过办法 但最后都毫无用处 本以为一切都是郑北王所为 没想到 真正的凶手 居然是周平 这一刻 始料未及 出乎预料 白皙身体微微一颤 随后脚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数步 整个人仿佛被抽取了惊魂一般 失魂落魄 双目无神 而周衡同样瞳孔之内 多了一丝异样的情绪变化 那可是跟他从小玩到大的人 是他最亲近的人之一 也是他最重要的布局 没想到 死了 而且还是被周平所杀 第1074章 郑不同意 是你 杀了郑震 极尽咆哮的声音 从周衡的咽喉深处嘶吼出来 他双目充血 紧咬牙 一双瞳孔闪烁着冰冷的杀意 这一幕 让甘默等人心头一沉 握着长刀的手掌 不由自主地紧了紧 此时 只要周衡敢有任何的妄动 甘默第一个 就会拔剑将其斩杀 即便是会冒着被周征惩罚的风险 此时 他也在所不惜 毕竟 在甘默看来 唯有周衡死了 他才能真正地松一口气 才能真正地放心 这样的人 只要活着一天 就是一个不确定的祸害 所以 他看似紧张 可实则内心却是充满了期待 他多么希望周衡不顾一切 对周征或者周平出手啊 他现在需要的 只是一个出手的理由 仅此而已 没错 就是我 是我亲手将他斩杀的 周平瞧得周衡的样子 心头一慌的同时 真是得寸进尺 刚才若非自己的话 他早已伸手一触 没想到 这才短短几句话之间 对自己的杀意 就已经如此之大了 这样的人 已经不是白眼狼的问题了 所以 即便明知道正正是周征所杀 一切与自己无关 可周平还是毫不犹豫承认了 不仅仅是因为 周衡对周征的话绝对认可 更是因为 周平同样对周衡相当不满了 因为白希的关系 他想尽办法 甚至冒天下之大不为 给过周衡机会 可若是他自己不知道真希 偏偏要找死 那就怪不得周衡了 杀得好 这样的人 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我都不知道他居然通敌 若是落在我手中 也一定要他生不如死 可是 让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周衡原本充斥着怒意的脸上 居然重新变成了一股笑意 裂开的大嘴 浩白的牙齿 以及那一脸的笑意 绝不像是装出来的 仿佛 他对这样的行为 是拍手称快 前有情绪上的反应变化之大 让人错不及防 甚至甘默一度认为自己听错了 就连白希也惊愕不已 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 白希太清楚了 他不知道 为何周衡如此 或许是为了隐忍 或许是因为有其他的计划复仇 但这一刻 白希同样调整好了心态 没错 无论什么原因 我都愿意嫁给周平 白希肯定的话 再度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过去 但这一次 没有人拍手鼓掌 甘默更是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危险信号 一个人 到底内心要多阴暗 才能将自己的情绪收放自如 如果是周衡有城府 遇后续报仇 那这种人留不得 如果周衡是为了自保 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可以不在乎 这样的人自私自利 冷血无情 为了达到目标 可以舍弃一切 这样的人断不可留 总之 无论是何种原因 周衡刚才的表现 都让甘默真正出现了杀意 而白希同样的表现 让甘默知道 这两兄妹 没有一个是简单人物 留下他们 就是养虎为患 到时候 不仅是周衡危险 只怕周征 也会陷入危险境地之内 难以自拔 就在甘默犹豫不决 想着要不要现在 就冒着违抗圣命 将周衡两兄妹斩杀 即便是代驾 是自己以死谢罪 他也毫不后悔的时候 周征却突然开口 这一桩婚事 朕 不同意 第1075章 沦陷 不同意 周征口中铿枪有力吐出来的三个字 让现场所有人都一愣 随后众人神色各异 萧虎和甘默 两人瞳孔瞪大 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 可两人相视一眼 皆是长舒一口气 周平糊涂 可大周的帝王周征 如何会犯这样的错误 此时 他们只当自己之前是过度忧心了 至于周衡和白皙两人 只觉得心跳猛的加速 随后掌心之内 汗水不敢渗透出来 显然 他们本以为板上钉钉的事情 为何关键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转变 之前 周征不是已经非常明确地答应了周平吗 不是只要周平愿意 一切都可以吗 为何在这关键时候 要变卦 周平同样愣在原地 他欲言又止 随后苦涩一笑 因为 眼前说出这三个字的 不仅仅是大周的帝王 更是周平这一生的信仰 他不知道 为何周征在这个结果眼 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他知道 周征做出这样的决定 一定有道理 更重要的是 连周平都不清楚 为何自己听到周征 说出不同一三个字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 长舒一口气的感觉 仿佛 这才是他最想要的结局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众人目光纷纷落在周征身上 可周征没有说话 只是眉头仍旧紧重 这样的局面 让周衡感到了一股 从心底深处涌出来的不安和不妙 他紧咬牙 随后给白皙使了一个眼色 要想扭转现在的局面 唯一的办法 或许就是白皙了 白皙显然也明白了周衡的想法 轻咬红唇 随后挪动脚步 双目带泪 朝着周平走了过去 他没有说话 只是这表情和动作 让周平心头再度一紧 不得不说 女人的眼泪 尤其是绝美宛若白莲花的女人的眼泪 足以让任何一个男人为之动容 白皙靠在周平的身边 他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掌 而后紧紧地握住周平宽厚的手掌 只是稍微用力地握住 随后 眼泪就像止不住断线了一般 疯狂地低落 此时无声胜有声 真特吗 会装 瞧得这一幕的小虎 嘴角忍不住抽搐了起来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白皙的手段 也知道 能在这种关键时候 迅速做出如此回应的女人 就是一个白莲花 但他更清楚 这种白莲花的杀伤力 绝非寻常的男人可以抵挡的 周平固然经历了诸多 但终究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果不其然 越是担心什么 越会出现什么 周平吞咽着唾沫 望着那静在咫尺的完美脸庞 那原本无所谓的心 终究还是再度跳动了起来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白莲 确实还是动了情 周平内心甚是挣扎 他面色犹豫 额头上也开始渗透出来了汉子 显然 他在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 似乎察觉到了周平的情绪上的波动 白莲突然缓缓抬起了头 那一双湿润的双眸微微转动 一抹柔情在瞳孔之内不断扩散 四目相对 突然 白莲微微点起了脚尖 旋即伸出天鹅一般雪白的脖子 双眸微闭 静止将自己的红唇 落在了周平的嘴唇上 这一吻 猝不及防 没有任何人料到 就连周平整个人 也瞬间呆着在原地 他不断感受到 嘴唇那一处带来的柔滑 不断感受到 眼前的炽热 带来呼吸的急促 他感受到一抹柔软 进入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 他能清楚地感受到 自己的情绪 在这一刻再也遏制不住 自己 一定要娶了白皙 这是周平内心最强烈的想法 完了 而甘默原本激动的情绪 在这一刻瞬间跌宕下去 他喃喃自语 轻闭眼眸 甘默很清楚 周平怕是彻底沦陷了 周恒和白皙 或许还是达到目的了 第1076章 转变 老大 周平声音有些嘶哑 他缓缓抬头望向了周征 这一次 周平没有叫陛下 也没有叫圣上 而是轻声的一句 老大 短短两个字 其中的分量何止千万斤 听到这两个字的甘默和萧虎身躯一阵 他们自然知道其中的韵味 周平跟着周征这么多年同生共死 他从未要求过任何的东西 甚至没有要过一官半职 更没有要过荣华富贵 他这些年 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周征的身后 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永远挺周征 即便这样的代价 是将周庸王拉入宁宁之中 甚至将自己无数次置于险地之内 甚至冒着超家灭祖的风险 但他都没有迟疑过 更没后悔过 而这一次 短短两个字 其中代表着的是周平这么多年 第一次求周征 苦涩一笑 丹默和萧虎都清楚 他们最不怕的是周平的虎脚蛮缠 而是周平的真情流露 他是真的在求周征 这一幕 让周征微微一愣 他望着周平 许久没有说话这么多年 他太了解周平的性子了 看似软弱 看似无能 看似贪生未死 但他骨子里面比谁都孤傲 想要他求人 即便是周征这么多年 也没有真正遇到周平求自己 只是没想到 这一次周平开口了 周征 还是叹了口气 这口气 让周征的情绪变得有些复杂 但周平还是紧咬牙 他目光没有退缩 而是带着极强的愧疚感 盯着周征 他自然知道 这样的结果可能带来的风险 但就在白希亲吻自己的瞬间 他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 站出来 至少在这一刻护着白希 当然 若真有一天 白希做出了天理不容的事情 他定然会亲自下手 绝不留情 你 确定 周征眼睛重新闭聋 轻声开口 确定 周平紧咬牙 声音异常坚定 朕 还是小瞧了你的手段啊 周征没有怀疑周平的话 而是将目光重新落在白希身上 一由所指 这句话 让白希似乎惶恐不安 静止朝着周征跪了下去 只是 这样的举动 在周征看来 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 因为 这一切 不过是白希装出来的示弱罢了 我 只跟你说一句 若你听后 还是坚持的话 那么这一桩婚事 朕 就准了 周征直接无视白希 而是神情凝重地望着周平 缓缓开口 这句话 终于让一直将心悬着的周衡 松了一口气 就连白希苍白的面容之上 也多了一丝光芒 好 周平点点头 他走到周征跟前 深吸一口气 身体微微前倾 尽管不知道 周征到底要说什么 但周平已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周征苦涩一笑 这个秘密 他本不想说 可现在看来 不说已经不行了 至于周平听后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和选择 就不是周征能控制得了的 毕竟 在周征看来 周平里应有知情权 富二 缓缓吐出胸口一股浊气 周征的神色严肃了不少 周平不宜有他 一切都按照周征的吩咐 周征的声音很小 小得来 其他任何人都听不到 但周衡不担心 白希也不担心 因为事已至此 他们十拿九稳 可 当他们带着圣券在握的目光 重新看向周平的时候 一股不祥之感 开始在他们心头萦绕 因为 周平的情绪变化 让他的面容都变得猙獰了起来 第1077章 你是贱人 没有人知道周征在周平的耳边说了什么 可他们却见到了周平的神色 由坚定变为惊讶 由震撼变为愤怒 到后面 周平已经无法遏制自己体内的愤怒情绪 双拳紧握的时候 脸上青筋爆骨 一股浓郁道 让甘莫都忌惮的杀意 正从他的体内 徐徐扩散而出 只见周平紧咬牙 随后转身 死死盯着白希 这一次 他望着白希的时候 脸上已经没有了之前的痴情和陈落 有的只是无尽的愤怒和杀意 四目相对的瞬间 白希整个人都感到一种 如坠冰库的刺骨寒冷之感 他不知道 周平为何在短短一分钟的时间之内 情绪便会就会如此之大 他更不清楚 为何周平前面一秒钟 对自己还是痴心绝对 现在就宛若是杀父之仇一般 仿佛要将自己碎尸万段一样 他想不明白 周平为何要如此对自己 可是 那种真真实实的杀意 让他身体寒战的时候 忍不住往后退 他很害怕 下一秒 周平忍不住就会将自己当场斩杀 怎么 怎么样了 强行压制心中的惊恐 白希声音颤抖到了极致 但他还在抱着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他轻声问道 眼巴巴的流泪 身体蜷缩 那种样子 让男人不由地生出一丝保护欲 可这一次 他想要见到的结果没有出现 周平仿佛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疼惜 反倒是那种 让人窒息的杀意 更加的强烈 怎么了 白希 你告诉我 怎么了 周平听到白希的话 怒不可遏 他声嘶力竭地咆哮 双目充斥着鲜血 大声怒吼 这一幕 就连萧虎和甘末也没有看明白 他们完全搞不懂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他们余光却见到周征稳稳站在原地 而且还是闭着眼睛 似乎对周平有这样的情绪变化 毫不意外 你想知道答案吗 可以 我现在就告诉你 周平栖身而静 站在白瞎的身旁 随后怒吼出来 因为 贱人 你是一个贱人 一个从头到尾的贱人 周平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当贱人两个字说出来的时候 白希面色死一般苍白 他是多么的清纯 是何等的无辜 又是如何的让人联系 从出生到现在 从没有人形容他是贱人 要知道 这两个字 对于女人而言 简直就是天大的羞辱 周平 饶是白希之前伪装的再好 饶是他有再要的脾气 可现在同样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身体颤抖 拳头紧握 咬牙裂齿 啪 没错 你就是贱人 一个真真切切的贱人 然而 面对着白希的愤怒 周平直接无视 反手就是一巴掌 狠狠地落在白希的脸上 这一巴掌 没有任何的留守 巨大的力道落下 瞬间传来刺耳的巴掌之音 强大的力量 哪里是柔弱的白希可以承受的 巴掌落下 白希整个人都被扇飞出去 身体狠狠落在地上的时候 鲜血不断从嘴角流出来 这一瞬间 他惊呆了 这么多年 从没有人敢对自己出手 那钻骨的疼痛 直接就让白希的完美脸蛋 多了五指印 可与肉体的疼痛 更让白希无法接受的 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白希猛在原地 而一旁的周恒也反应了过来 他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白希面前 将其护在身后 随后滔天的怒意 再度从周恒的体内喷涌而出 感受到周恒现在宛若发怒的狮子 周恒却是居高临下 一声冷笑 你 也是贱人 第1078章 狗男女 愤怒的周恒 当场抽出腰间的长刀 横在了周恒的脖梗之上 感受到刀锋之处传来的冰冷和杀意 周恒面色一白 身体也不自觉地颤抖了些许 他万万没想到 为何周恒的前后变化会如此之大 更没想到 一直在乎白皙的他会对自己心生杀意 周平 你 你什么意思 这里面 是不是 有什么误会 可周恒还是怂了 他很清楚 自己唯一活下去的机会 就是周平 他也清楚 自己唯一翻盘的最大机会 也是周平 所以 他此时不仅不敢触怒周平 更想要弄清楚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声音颤抖的过程中 周恒的余光 还是落在了周征的身上 此时 周征一脸云淡风轻 神色淡然 似乎对周平这样的反应 毫不意外 周恒不甘心 他紧咬牙 他想知道 周征到底给周平灌了什么迷魂药 才让周平如此反应 你这个贱人 居然还有脸面问我 你想知道吗 那我就告诉你 周平因为愤怒 身体也有些颤抖 他双瞳充斥着血丝 整个人的声音也撕裂了开来 而这句话 瞬间让甘末和萧冠 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两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随后萧冠反应速度极快 一声令下 周遭的镇北军 便转身后退数十丈 将中间的位置完全地空了出来 可以保证 接下来周平所说的话 他们这些镇北军不会听到 一时间 偌大的空地之上 只剩下周征周平 甘末萧冠 以及周恒和白熙几人 气氛再度微妙 周恒目光转动 他想要此时出手 可瞧得甘末和萧冠的样子 他还是轻叹一口气 如今 他只能希望周平接下来所说的事情 无关紧要 也希望自己有机会 可以重新说服周平 你和白熙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周平紧咬牙 他颤颤巍巍地抬起手臂 指着周恒大声怒斥 这一问 让甘末和萧冠 有些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这两人 便是一母同胞的关系吗 这有什么好问的 况且 萧冠和甘末 都算是经历了不少 他们眼睛相当毒辣 不说其他 光是长相 两人就颇为神似 这不是明知故问的事情吗 可周恒和白熙两人 听到如此质问的时候 他们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 此时却掀起了惊天骇浪 两人的瞳孔 皆是猛的一缩 手掌也不自觉地紧握成全 即便表情被他们控制得极好 可一旁一直未曾开口的周征 却察觉到了 这细微的变化 当下心中冷哼 我倒是想看 你们能装到什么时候 当然 是兄妹啊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兄妹 和你们也算是血脉之亲啊 周恒调整自己的呼吸后 强行从自己的嘴里面 挤出这番话 他看上去是如此的真诚 也是那般的洒脱 任由谁 都不会觉得 这番回应有什么问题 果然 周恒听罢后 目光在两人的脸上不断转动 这个动作 似乎是想要打消自己的顾虑一般 又仿佛是在确定什么一样 如此样子 让周恒长舒一口气 显然 周恒是在以为 周恒只是怀疑两人的身份罢了 就这 看来 你们这一对狗男女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 突然 周恒一声结笑 狗男女 这三个字一出 所有人都惊在原地 第1079章 你有一个癖号 在场众人 除了周征之外 无不大惊失色 谁能想到 堂堂世子 居然会当众说出此等污秽之语 他们更没想到 周恒居然是指着周恒 和白皙两兄妹这般言语 不对 可短暂的犹豫之后 甘墨和萧虎面色骤然一变 随后瞳孔瞪大 眼中全是骇然 他们不知道周恒为何愤怒 但很清楚 狗男女三个字的分量 即便是周恒疯狂地失去了理智 但也不会轻易 说出这三个字来的 要知道 在大周的文化熏陶下 这三个字 形容的乃是男女之间的苟且之事 是不干净的行为 或许 偷情并不是没有 但绝不会出现在亲兄妹之间 莫不成 当这个念头 在甘墨和萧虎两人心底出现的时候 他们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 饶是萧冠和甘墨 与周征关系匪浅 在大周地位也不一般 可此时 两人仍旧忍不住吞咽着唾沫 脚步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些许 脸上竟是复杂神色 自古以来 皇室都是天下最为重要 和尊贵的存在 皇室代表着天下国度的一切 若皇室出现了丑闻 对皇权而言是极大的影响 周恒和白袭两人 乃是当初公主之后 是真正的皇室血亲 是真正的宗亲一族 若这两人出现了周平口中所谓的苟且 岂不是要震撼天下人之心 整个皇室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甚至连周征的皇权皇威都会受到影响 这种事情 岂是他们能听得的 可偏偏 两人又站在这里 听得一清二楚 他们慌了 周平是完全愤怒而丧失了理智 亦或者无心之语 周平 你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对我们兄妹有什么误会 这般言语 是不是太过分了 周平面部嘲红 声音陡然提升了不少 那种愤怒丝毫不像是演出来的 他的质问 让甘默和萧冠也松了一口气 他们固然希望周恒死 但也不希望是因为这个原因 只可惜 周平接下来的话语 却让所有人的心坠落到了谷底 兄妹不论 怎么 你们做的 我就说不得 瞧得周恒的样子 周平怒急返笑 当场嘲讽 好不给面子 兄妹不论 咚咚咚 甘默和萧冠面色骤然一变 他们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而白希听到这刺耳的四个字的时候 面色苍白毫无血色 脚步后退 身子骨一下子瘫软在地上 他双目失神 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的气力 整个人的面容 看上去都是绝望到了极致 可周恒还在挣扎 还在咆哮 他的样子 显然也不似作假 是吗 那要不要查一查白希的厨子之身 是否还在 周平双手在胸前怀抱 冷声耻笑 这家伙 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果然 这句话一出 周恒瞬间气泻 就算如此 也说明不了什么 周恒还在嘴硬 只不过这一次 他的声音却比起之前要低很多了 如此样子 显然是给人一种 死地无垠三百两的样子 这一刻 就连肝末和萧冠也看出来了 只是这种事情 确实也算不上真正的铁一般的证据 只要周恒一口咬死 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那要不要去你房间内找一找 你有一个癖好 喜欢怀旧 收藏 那第一滴血 想必应该还在你的房间内 被你珍藏着吧 周平眉头紧皱 言语间 竟是不屑和恶心 第1080章 耻辱 处子之身 第一滴血 随着周平好不给面子地说出这一番话 整个周围空气都瞬间凝重了下来 肝末和萧冠两人相视一眼 面色猛得一白 旋即呼吸也急促了起来 至于白皙 原本还抱着一线希望 可此时也只觉得自己脑瓜子嗡嗡作响 他瞳孔扩大 面如死灰 就连紧咬牙的周恒 这一刻也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他脚步一颤 身体不由自主地后退几步 他没有说话 只是拳头紧握 眼中剩下来的唯有绝望 这是他最大的秘密 只是本以为这秘密 唯有他和白皙两人知晓 可现在居然被周平直接戳穿 一时间 白皙和周恒都无法接受 他不断摇晃着头 最后将目光落在了周睁身上 刹那间他知道自己败了 他太小瞧周睁的能耐和手段了 感情他在周睁的面前从来都是小丑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从来都不说 硬是要等到最后关键时候 才说出真相 这就是你的手段吗 扑斥 气急攻心 周恒望着周睁的时候 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情绪 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而这句话 不仅是让周恒说出了 自己内心最后的绝望与不甘 更是道出了苦涩数十年的计划 最后一招 发现再急才是最可笑的小丑 可是这句话落在周平的耳中 却让他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因为即便是他从未怀疑周睁 但听到这个爆炸消息的时候 他仍旧带着一丝丝的希望 希望这是错觉 希望这其中有误会 只要白希坚定一些 只要周恒坚定一些 或许就能解开其中的误会 但刚才周恒的一番话 无疑是做实了一切 这白希和周恒两人 哪里还是表面上的血清 这背地里面居然做出此等龌龊之事 混账 这是你的妹妹 是你的亲妹妹啊 周恒被气得浑身发抖 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大步走上去 抬起手 一巴掌就狠狠地落了下去 啪啪啪 每一巴掌都清脆 都铿锵有力 都毫不留守 巨大的声音回荡在这一处空间 众人静静地望着 任由周恒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不满 毕竟就在前面 周平对白瞎还是相当地喜欢 甚至不顾一切 想要和白希结婚 现在看来当真是笑话 这种事情换作天下男人 哪个能受得了 发泄了心中的愤怒 周平已经是大汗淋漓 面色同样毫无血气 望着此时早已被自己打成猪头的周恒 周平心中一阵后怕 若不是周征说出了这个秘密 若不是周恒忍不住承认了 若自己真的和白希结婚 这后果会是什么 他将成为整个大周 甚至整个天下人耻笑的对象 他将颜面扫地 他将后悔终身 好在 最糟糕的情况并未出现 重新转头 和周征四目相对 周平长输一口气 他没有言语 而是朝着周征深深的一鞠躬 周征同样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点点头 随后 周征眉头微皱 重新望着周恒 这一次 周征的神色充斥着复杂之意 这种事情是皇室的巨大耻辱 甚至传出去会动摇皇威 所以 一开始 周征并不希望走到这步 只是 周恒这个家伙 太贪心了 他要的不仅仅只是活下去 更想着复仇 还想着借助周平之力 试图割裂周平与他之间的关系 第1081章 到此为止 朕本无杀你之心 耐心 你偏要自寻死落 周征缓缓叹口气 他望着周恒的眼神中 充斥着冷漠以及悲哀 兄妹之间的不仅之事 放在任何一个朝代 都是天地不容的 或许与他们从小生活有关 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扭曲 可周征仍然没打算 将他们置于死地 但周恒千不该 万不该 不该试图挑拨 他和周平之间的关系 有些东西 一旦出现了裂缝 便再也没有修补的可能性 这 才是周征将这种皇家丑事 说出来的真正原因 听到这里 周恒一脸颓废 贪坐在地上至于白皙 更是双目微闭 不在做任何情绪上的波动 从两人苟且开始 他便一直处于慌张之中 他害怕事情败露 他害怕自己喜欢这种沉沦的刺激 可是他更清楚 当他张开自己的双腿 迎接周恒的时候 这一生 就再也无法摆脱周恒的控制了 他也曾想过爱上郑震 也曾想过与过去画上句号 可与周恒的每一次碰撞 随着自己咽喉深处 每一次发出来的愉悦和畅快 他就清楚 那种感觉 是其他男人无法提供给他的 他很清楚 两人之间的欢愉 就像一种影 一旦沾染上了 就再也无法摆脱 宛若复古之躯 穷其一生都会跟随 这种畸形的关系 让白皙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而今 总算是被人知晓了 总算是被当场掀开了遮羞布 这一瞬间 白皙有的 不是害怕 不是慌张 也不是无地自容 而是一种 从内心最深处扩散出来的解脱之感 他是一个聪明人 他知道 或许这是唯一解脱的方式 这种畸形的 不被世俗接受的 甚至连自己有些时候 也厌恶的关系 总算是要结束了 只不过 这种结束 付出的代价 或许是沉痛的 释然之感 由内而生 即便周恒不甘心 想要让白皙这个时候 向周征和周平求情 求饶 可白皙 根本不为所动 因为 他想要摆脱这种关系 但却不想失去周恒 这么多年 无论这段关系 是不是畸形和丑陋的 但他早已深深依赖了周恒 这一生 他早已习惯了周恒 他根本无法离开周恒 或许 双方一共赴死 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想好好地谈一次恋爱 一次见得光 可以受到祝福的恋爱 瞧得白皙如此表情 周恒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他摊坐在地上 时而安静地可怕 时而仰天一笑 时而低沉痛哭 时而狠狠地砸着地上 成王败寇 这个到底周恒很清楚 不过 真到了这一步 他却感到了害怕 从未想到 自己会输到这一步 将我们 埋在一起吧 这是周恒最后提出来的要求 也是唯一的一个要求 听到这句话的白皙 浑浊的双目中 终究还是闪烁出来了一丝光亮 无论如何 这个答案 他是喜欢的 周征没有说话 甚至没有任何的表情动作 倒是甘默深吸一口气 缓缓走到两人的跟前 长刀落下 一道血柱冲天而起 黄默之上 多了两具尸体 空气中多了一丝血腥的味道 仅此而已 似乎没有其他太多的变化 这件事 到此结束了吧 周征缓缓叹口气 声音有些嘶哑 第1082章 朕的命令 孤独的荒原 气氛似乎也有些悲鸣 所有人的情绪 都低落了不少 可唯有周平和萧冠等人知晓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会出现如此情绪 他们曾杀过很多人 也曾遇见过很多事情 但这一次 周恒和白皙的事情 却让他们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压抑周征 给他们留了全尸 也将两人就地掩埋 只是 从此以后 再无人知晓 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这里 终将只能变成一处 无人知晓的大地 他们之间曾经发生事情 也注定消失在历史的场合中 既然上不了台面 他们也没有留下 姓名的意义和必要性 众人心知肚明 老大 以后我找对象 你要帮我多把把关啊 周平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快步走到周征的身边 努力挤出一丝笑意 他的话 很真诚 也很单纯 本以为自己久经感情的杀手 可以进退有度 现在看来 似乎自己才是那个 被轻易调成撬嘴 还浑然不知的傻逼 你 一定会遇到自己爱的女人 周征点点头 是时候 将周平的个人问题 放到重心上来解决了 毕竟 周平跟着周征如此之久 似乎曾经喜欢过的女人 都变成了周征的女人 想到这里 周征多少有些愧疚 陛下 众人缓缓前行的时候 一道急促的声音 由远而近 旋即便见到无数黑影 在视线之内放大 一众震北军 正快速朝着周征而来 是萧冠 舅舅 周征瞧得双腿不变 还及时而来的萧冠 有些心疼 陛下无恙就好 否则我就要寡了他 瞧得周征安好 萧冠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一路 他是一点都不敢耽误 生怕自己晚了一些 周征出现了问题 萧虎苦涩一笑 只要事情和周征有关系 萧冠交给谁 他都不放心 北境之地 黑市杀手组织 已经全部付诸 大清理后 整个北境之地 安分了不少 萧冠说到这里的时候 神色有些动容 没想到 二十年的时间 北境之地 居然被腐蚀得如此厉害 内外勾结 周征点点头 他对镇北军的能耐 毫不怀疑 对萧冠和萧木的能力 更是绝对相信 以往 只是疏忽了而已 否则这些家伙 怎么可能在萧家眼皮底下 发展到这一步 大周和大下国之间 只怕不久后就有一战 而那一战 一定是超越以往任何一次交手 甚至是直接影响 两国存亡的关键一战 周征深吸一口气 身体挺直 神色严肃 言语认真 集西之地的使者出现 让周征心中的不安 已经达到了极致 虽说这一次的刺杀 他们大败而归 甚至周征将周衡这等 潜伏许久的人都连根拔起 可周征比谁都清楚 这并不意味着大周赢了 相反 自己展现出来的手段 镇北军展现出来的能耐 无意不是会让贝克等人卷土重来 而等下一次 他们再度出手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生死一战 随后身体比之挺立 他们自然知道 他们即将面对着的是什么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退缩 因为他们很清楚 有些事情 总需要面对 有些仗总是要打的 他们不怕 朕命令你们 用最快的时间 将北境之地 真正变成铜墙铁壁 你们缺钱 朕就给钱 你们缺人 朕就给人 只要你们有所需 朕将不予余力 支持你们 周征深吸一口气 沉生命令 北境之地 是大洲最大的防御之强 也是大洲的生命线 无论如何 这条生命线 都不能垮 第1083章 真心换真心 回京之路 安全 但却无聊 一路上 周征等人 极为低调 但甘末似乎心事重重 眉头紧锁 甘末 有话直说吧 周征望着甘末 沉生问道 这么多年 他们早已同生共死 相互之间的关系 远远超过所谓的君臣之力 当初 周征救下甘末的时候 甘末就将自己的命 卖给了周征 无论发生了什么 他的忠心 都从未变动 如此一问 周平也有些好奇 陛下 奴才貌美 但 有些事情 不可不防 甘末紧咬牙 似乎是做了一个 巨大的决定一般 还是抬起头 望着周征 而这句话 瞬间就让周平 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处 一路之上 甘末都沉默寡言 本以为只是身体伤势未愈 现在看来 似乎并非只是如此 讲 周征眉头微皱 事宜甘末说下去 北境之地 乃是大周的生命线 北境稳固 大周不动如山 北境被毁 大周四面楚歌 可 若北境之地 不在陛下的掌控之中 那才是大周真正的威胁 甘末仿佛是下了一个 巨大的决定一般 他目光没有闪躲 言语中也没有畏惧 而是直接说出了内心所想 嗡嗡嗡 此话一出 周平只觉得脑瓜子 嗡嗡作响 就连呼吸也忍不住 急促了起来 他面色骤然一变 就连身体也有些僵硬 双腿似乎忘了迈出去 这是什么话 这无疑是让周真要提防萧甲 如此话语 天下之间谁敢说出来 就连周平也从未这样想过 也不敢这样想 偏偏 甘末不禁想了 更是说了出来 这一次 周平罕见的没说话 他静静地待在原地 余光带着一些复杂的神情 望着周真 这一次 周平也想知道 想知道周真到底如何想的 周真又会做什么样的决定 当初天井地 就是因为忌惮北境之地 被萧甲掌控 所以想尽办法 耗费了一二十年 试图暗中瓦解萧甲 若非周真横空出世 现在的萧甲早已支离破碎 那个时候的萧甲 为天井地南征北战 立下了不适之功 甚至萧秦也嫁给了天井地 还将周真立为了太子可以说 萧甲是何等受宠 满朝上下 谁敢与萧甲抗衡 可即便如此 萧甲得到的恩宠越多 天井地心中的杀意就越浓 时间轮转 现在天子已经是周真了 而北境之地还是北境之地 萧甲还是萧甲 甚至当周真说了 萧家的恩宠早已超越了当初的天井地在位期间 自古以来 军权至高无上 任何威胁到军权的存在都将被抹除 亘古不变的道理 一旦北境之地完成了整合 一旦北境之地得到了朝廷不予余力的支持 那个时候的北境之地 还是朝廷能控制的吗 那个时候的周真 又将如何 周平想到这里 心跳疯狂加速 额头之上冷汗直流 他太清楚 甘末这番话背后的意思了 这是对人性的一次豪赌 可是 甘末希望周真赢 所以 才有先下手为强的想法 才有让周真暗中在北境之地 留下一些后手的想法 因为 面对着权力的绝对诱惑的实力 面对着自己实力绝对强横的时候 北境之地 真的还是朝廷的北境之地吗 萧家还是朝廷的萧家吗 就算镇北王萧木 和萧虎萧冠等人忠心耿耿 可其他萧家之人呢 人性 从来都经不起检验 之所以人性能经得起考验 不过是因为筹码不够罢了 周围安静的可怕 周真也没想到 甘默会在这个时候说出这番话 他低头 沉思 不语 而这些举动 却让周平的掌心中 逐渐渗透出来了汉子 他不知道 自己希望周真做出何等选择 但 他却知道自己内心不安 十分的不安 朕 这一辈子 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朕 相信外公 也相信萧家 此事 无需再提 周真摇摇头 声音干脆利落 朕 这辈子 相信的人不多 但 对你们 从不怀疑 周真微微一笑 望着周平和甘默轻语 加入 有一日 有奸宁小人重伤你们 朕同样不会犹豫地站在你们身边 周真的声音很平和 可却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短短的一番话 让周平内心感动至极 君权之术 他身在帝王之家 如何不清楚 今日 若周真真的如甘默所建议那般 开始提防萧家 周平自然能理解 甚至可以接受 但同样 他那火热的心 也会开始冰冷下来 好在 周真的回答 让他知道 周真还是周真 还是那个他生死跟随的老大 甘默也微微一颤 显然他没想到 周真会如此信任他们 可 可万一呢 甘默苦涩一笑 眼中多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这个世界 从来就没有百分之百肯定的事情 若 真有万一 周真停顿了些许 随后仰头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那 朕也认了 周真点点头他这一生 不过是要活出自己想活出的样子 他这一生 不过是想要无愧于心罢了 没有人能掌控未来 既然如此 何必徒增烦恼 陛下 甘默心头猛的一动 他声音有些哽咽 周平虽说没有说话 可同样双眸有些湿润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朕 真心患真心 周真袖口一甩 仰天大笑 老大 拳头紧握心中暗下决定 随后 众人不再言语 气氛一下子豁然起来 朝着京城出发而去 丞相 陛下还有多久回朝 朝中 群臣神色紧张 面容严肃 快了 前方来报 今日陛下抵达京都 木云苍老的面容之上 同样有些慌张 第1084章 十万火急 崇德殿 庄严肃母 可此时朝堂之上群臣的神色 却凝重到了极致 崇星龙椅上 周真却没有平静之心 而是眉头紧皱 一脸严肃 从回到帝都开始 他就接到公坛传来的消息 天下大变 这四个字 饶是周真 也心头咯噔一声 如今的天下 到底还有什么事情 值得让公坛 用上大变二字来形容 周真不敢过多停留 甚至不敢休息 而是直接回到了朝堂之上 陛下 大下国 威仪 木云出列 朝着周真微微一拜 随后沉声开口 而这句话 在朝堂上回荡之际 诸多朝臣也心头猛背景 随后纷纷将目光落在周真身上 显然 此事群臣早已知晓 只是 如此之大的问题 无人可以解决 大下威 周真原本还算是平静的神色 肉眼可见的变化 有惊奇 有诧异 更有难以置信的震撼 详说 强行压制心中的波动 周真龙眉一挑 声音也多了一丝沉重之感 一群神秘人 宛若从天而降 带着火枪气线 不断攻打大元王朝 他们势如破竹 实力强横 大元王朝即便是有无数草原勇士 可根本无法阻止对方嘶吼 按照目前的情况 王国就在眼前 沐云不敢怠慢 深吸一口气 没有任何隐瞒 将大元王朝的局势 统统说了出来 随着消息的展露 周真整个人再也无法保持着平静 大元王朝虽说实力是三国里面最弱的 可现在也基本上完成了草原的统一 再加上养精蓄锐 厚积薄发 已经有争雄之力了 况且 大周和大元王朝交好 大下国更是被周真重创 已经没有发动大型战斗的资格 三方制衡 大下国绝不会轻易发动战争 到底是那里出现的神秘力量 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 让大元王朝面临着王国的可能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是周真的第一反应 毕竟 周真虽说前期在北境之地 但时间并不算长 甚至在北境之地 也没有收到任何大元王朝危急的消息消息 是不是有误 周真瞳孔转动 显然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陛下 千真万确 这是大元王朝的使者 拼死传来的消息 而且 整个大元王朝和我大洲的通道 在半月前就被中断 导致我们无法探知大元王朝的具体情况 苦涩一笑 沐云想过无数的方法 试图进入到大元内部探取消息 可惜一无所获 所有进入大元的通道都被控制住 要想通过 简直是难如登天 当然 沐云也可以想办法强行突破 但这样的结果 可能会让两国的关系出现变化 姿势重大 已经不是沐云可以轻易做出来的决定 所以 他们除了干着急之外 唯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 等 等到周征回来 听到这里的时候 周征终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云云呢 周征瞳孔紧缩 连忙问道 没有消息 沐云摇头 世人皆知周征和云云的关系 整个大元王朝和大洲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和云云有密切的关系 该死的 手掌紧握成拳 一股不祥之感 开始在周征的心底蔓延出来 调集火枪手 前往大元 任何阻拦者 杀 一丝寒光从周征的瞳孔之内迸射出来 以万庆帝的性子 断然不可能无缘无故关闭大元和大洲之间的通道 再想到刚才沐云所说 有使者拼死来报大元王朝危急 只怕 大元王朝真的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 只是 大元王朝之内 到底还有谁 有资格有能力 推翻朝廷 可 现在周征管不了那么多了 第1085章 大元 威矣 随着周征一声令下 沐云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只要打通大洲和大元之间的通道 便可以顺势探知大元的消息 届时消息是真是假 便可大白于世 报 就在此时 一道急促声音从大殿之外传来 陛下 公坛大人求见 护卫跪在朝堂中间开口 喧 周征没有犹豫 点点头 随后 一道身穿铠甲的俊俏身影 缓缓从殿外走来 正是公坛 不过 当公坛完全站在朝堂之上的时候 所有大臣面色都猛的一变 因为在他们面前的公坛 身上的铠甲 有不少的缺口 更可以看到一些干涸的血子 此时的公坛 早已没有了之前的那种 撒爽和绝美 反倒是面色苍白 呼吸急促 整个人的状态都十分糟糕 这般样子 让周征猛地站起来 随后顾不得君臣之礼 静止走到公坛的身边 一脸心疼 这 可是周征最爱的女人 即便现在还没有夫妻之名 和夫妻之识 可两人的感情 早已经受了无数的考验 他们的关系 满朝之上 谁人不知 如今的大周 若周征不在朝堂之上 公坛便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可 谁也没料到 消失了大半个月的公坛 再次出现的时候 会是此番狼狈 是谁 周征拳头紧握 虽说只有短短两个字 可滔天的怒意 宛若暴怒的尸虎 那双目更是充斥着血丝 带着疯狂的杀意 久经沙场 他哪里看不出来 公坛分明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甚至在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放眼整个大周 到底是谁 居然还敢对公坛出手 无论是谁 周征都不打算放过 势必要将其碎尸万段 察觉到周征的怒火和关怀 公坛只觉得心头一暖 他强忍着疲惫的身体 在嘴角扯出一丝柔和的笑意 示意周征自己没事 陛下 臣 有要事起奏 公坛深吸一口气 随后就朝着周征跪拜下去 他是知理术的 很清楚 现在的周征是在群臣跟前 该有的规定性动作 自己不可预许 可他准备下跪的时候 翘眉却一皱 一股疼痛之感从体内传来 让他忍不住身影了些许 见状的周征 哪里还忍得住 双手探出 直接将公坛拥入怀中 他可不在乎什么规矩 更不在乎礼法 自己这一生 为的就是保护心爱之人 为的就是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至于宗教礼法 不重要 微微挣扎 可却察觉到周征的用力 公坛面色一红 可眼中却焕发出一丝光芒 陛下 十万火急 大元危急 覆灭就在请客之间 压制着内心的情绪 公坛倾起红唇 认真说道 嗡嗡嗡 这次消息 从公坛的口中说出来 与之前周征听到的感觉 截然不同 他还是分得清楚 事情的轻重缓急 缓缓将公坛放开 随后眼眸不断转动 你的伤 也是因为这个消息 公坛 点点头 他带领了一只精锐 前往航官 准备进入大园 亲自去打探一下消息 可惜 航官之外 早有军队驻扎 让公坛不能轻举妄动 直到 五日前 一只乔装打扮的军队 硬闯大元的防线 试图进入到大洲 这 让公坛看到了机会 只是 他也没料到 自己差一点 也折损在其中 第1086章 云云血书 大元王朝突围出来的那一支军队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求救 他们拼死将求救信 交在了公坛的手中 可同样 公坛也面临着必死局面 好在 航官守将察觉到异样 及时持援 否则公坛指盘 就要命丧草原了 可即便如此 公坛也不敢有任何的停歇 带着受伤的身躯 疯狂朝着朝堂赶来 一刻都不敢耽误 陛下 这是云云传来的求救信 咳嗽一声 公坛从身上 掏出了一封书信 这书信已经皱巴巴的 可最上面的大洲皇帝 倾其几个字 周征一眼就认出来 是云云的笔记 最重要的是 周征接过信封的时候 赫然发现 这红色的笔记 并非是朱砂 而是带着一丝淡淡的血腥味道 这是血书 瞬间 周征的心就紧绷了起来 在这个世界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会用鲜血书写的 唯有十万火急 生死存亡 周征的手掌 有些颤抖 即便信封已经提前 被公坛打开了 可周征心中 还是还有一股不祥之感 他不知道 大元王朝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直觉让他清楚 这一次事情绝对不简单 崇德殿之内 所有的朝臣 都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如果之前的消息 他们还是在揣测真假的话 那么现在 有了云运的血书 则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随着书信的展开 周征的呼吸也越发急促 就连表情也变得有些扭曲 信中 乃是云运亲笔所写 可 这些字迹却有些潦草 甚至出现了一些错别字 很明显 这封求救信 是仓促之间写的 在写的时候 云运情绪激动极大 甚至身处危险之中 短短数十字 每一句话 无意不适在告诉周征大元危机 大元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们遇到了一支实力极强的军队 那一支军队 宛若从天而降 仿佛是从地狱深处走出来的 专门收割性命的魔鬼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言语是什么 甚至连他们的长相云云 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些人身材魁梧 身体有黑 体型庞大 最重要的是 这群人不畏生死 眼中全是杀戮 那漆黑色的皮肤 在阳光下 散发着刺眼的光芒 在黑夜中 甚至可以和黑色融为一体 他们还有火枪的加持 这使得大元王朝节节败退 而今 帝都被困 援军被杀 整个皇室孤立无援 大周 是他们最后的希望 也是云云唯一的希望 短短数十句话 周征整个人却愣在了原地 陛下 那群截杀送信的人 也是臣第一次所见 他们冰冷 嗜血 而且 虽是人形 但却宛若野兽 想着这些人 公坛眼中也浮现出一丝惊恐 沐云等人听到 同样眉头紧锁 莫不成 周征也是极西之地的人 沐云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测 可周征没有说话 只是将头抬了起来黑色的肌肤 宛若鬼魅 与黑夜融为一体 听不懂的言语 身材魁梧 极具战斗天赋 是他们 周征眼睛微微碧龙 在他所在的世界 便有这样的一群人 只是 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 还是遇到了 更没想到 他们居然会出现在这一片土地上 看来 极西之地 只怕已经征服了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了 难怪 贝克败走大厦 没有踪迹 感情 是想要先吞并大元 再对大洲动手啊 第1087章 夜魅 那 那些人 到底是什么人 宫坛吞咽着唾沫 眼中的慌张 还没有消失 他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诡异之人 虽说短暂的交手 但其释放出来的强大战斗力 让人现在想起来 都心有余悸 若非大洲已经有了火枪 只怕刀剑之战 大洲也无法抵挡 之前宫坛也难以相信 大元王朝会溃败的如此之快 可遇到那群通体去黑的人的时候 他便确定 大元王朝没有机会了 这群人 体力极强 千里奔袭 也不知疲惫 所以 他们疯狂地蚕食着草原 根本不给大元朝廷反应的机会 等云云和万青帝等人 反应过来的时候 为时已晚 可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如此疯狂 尤其是 他们与黑色融为一体的皮肤 更是让他们深夜宛若鬼魅 防不胜防 除非是城池大门紧闭 否则他们就会趁着夜色 突袭 可即便是现在大元的京都城门紧闭 可防御的将士也不敢松懈 因为他们永远不知道 这一群奇特之人 到底会什么时候爬上城墙 无时无刻都要紧绷起来的神经 让所有人都内心惶恐 激进崩溃 他们吗 周征瞳孔微微转动 他自然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 因为 黑色肌肤 体力充沛 战斗力极强 文明程度较低 语言不通等等 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 无意不是指向周征记忆深处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周征曾经的世界 整个人类被分成了三部分 一部分是白人 一部分是黄种人 一部分就是黑种人 其中 黑种人尤为特殊与明显 他们有黑的肌肤 仿佛是上帝赐予的独具一格的表象 这群人 在周征的记忆中 曾经在义务治里 被称为翁人 后来 在大唐时期 这种人出现的越来越多 又被普遍成为昆仑奴 因为他们认为 这种特殊的人种 来自于一个名为昆仑层七国的地方 不过 在周征曾经所在的世界 这种特殊的人种 在历史上的地位 似乎都不太高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 被奴役 或许 可以叫他们夜魅吧 周征昂起头 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夜魅 与黑夜融为一体 宛若鬼魅一般 夜魅吗 公坛南南 他们 有多少人 周征恢复了些许理智 他知道 云运危机 知道大元王朝危机 但他更清楚 若对上的是夜魅 那么就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一群夜魅不可怕 周征也不得不谨慎 因为 这群人数量多 不怕死 内心的兽性更强 不知道 或许有数千 或许有数万 公坛有些惭愧地低着头 他知道这个信息的重要性 可偏偏他不知道敌人的情况 不管他们有多少人 我们都要出手 周征很吸一口气 言语坚定 就算是刀山火海 他也一定要护着云运的周全 陛下 而今我大周 可用之兵 已经不多了 沐云 在这个时候 摇了摇头 数次大战 大周早已凋毙 即便朝廷轻摇赴税 鼓励生育 可短时间之内 也没有办法恢复 现在 就算是有万千想法 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一次 若要救大元之国 只怕大周最后的家底 也要拼光 第1088章 公坛缜密的心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退朝之后 周征眉头紧锁 而经大周 百废戴心 随后沐云等朝中大臣 在尽力地将周征的政策落地 推动大周的复兴 也有朝廷的轻摇赴税 减轻民众的压力 可连年大战 让大周早已疲惫不堪 而今 能占的精锐之兵 举国不过数万而已 若除去北境之地 放眼全国 可调动之兵 更是寥寥无几 这不仅是大周的困境 同样是大元王朝 和大下国的困境 若三方势力皆如此 倒是可以相互喘息 各自修养生息 换来数十年的安稳 甚至 沐云等人完全有信心 让大周提前兴盛 凌驾于三大王朝之上 可惜 现在 天降骑兵 大元王朝面临灭国 即便大周有意相救 可现在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总不能仓促征兵 让老若妇如走上战场吧 况且 从公堂口中得到的消息 那天降骑兵的战斗力极强 远不是寻常的兵将 可以抵挡的 就算周征有天大的手段 没有足够的兵员 也只能是无能为力 御书房内 周征来回走动 眉头紧皱 一脸凝重 大元王朝 他是一定要持援的 不仅仅因为 纯王齿寒的原因 更是因为 云运还在草原上 他曾经许诺过云运 一定会护着他一生的周全 陛下 我们 还有办法 公堂桥的周征满脸焦虑 终于还是开口了 嗯 这句话 让周征宛若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他连忙 将木光落在公堂身上 示意公堂说下去 雍王 雍王手中 有朝廷需要的底牌 当周雍王的名字 从公堂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周征恍然大悟 当初牧阳王的子嗣造反 顺理成章接管了牧阳王的封地 虽是偏远苦涩之地 也没有嫡系 看上去充斥着重重困难 可从头到尾 似乎朝廷都没有收到 雍王需要救援的信号 当初周征还相当担忧 担忧周雍王 不能搞定牧阳王的封地 毕竟 那里可有二十余万虎狼之师 一旦重新造反 一旦别有用心 一旦不能镇住他们 朝廷就难以安生 只不过后续发生了太多事情 再加上周雍王 也没有让朝廷出钱出力 所以周征倒是将这事忘了 现在被公坛一说 他也恍然大悟 不过 雍王真的降服了那些精锐 周征还是有些担心和不确定 毕竟牧阳王训练出来的精锐 一向对朝廷没有什么好感 他们不造反 对周征而言 就是天大的喜事了 至于想让这些精锐 为朝廷而战 只怕没有那么简单 在之前 或许我不能确定 不过就在当前 我已经收到雍王的回信了 公坛笑盈盈地 掏出一封回信递给周征 原来 第一次得到大元王朝的求救信的时候 公坛便察觉到了危险靠近 为了以防万一 他在那时便暗中联系了雍王 而雍王的回信 也没有让公坛失望 周征激动地打开信封 看到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十万精锐 雍王可以调动十万精锐 以供朝廷驱使 这 对现在的朝廷而言 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 塔儿 这一次 你立大功了 周征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兴奋地大叫 是陛下慧眼识人 也是雍王能力非凡 公坛轻声回应 不过 此时公坛也是肉眼可见的松一口气 有了雍王的十万精锐 朝廷驶元大元算是有了底气 第1089章 来得好快 公坛的未雨绸缪 让周征长松一口气 不过 更让周征振奋的 是公坛给雍王去信中明确提及 若可以 让雍王带兵入京 放眼大周朝堂 敢说出这句话的 也唯有公坛一人了 毕竟 王爷拥兵自重 本就是大忌 若带兵入京 极有可能以秦王名义造反 周征坐上王位的时间并不长 天下更是不稳 若此时有王爷领兵十万入京 其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 没有人敢赌 因为 面对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天下有几个人不动心 况且 最关键的是 那个时候的周征 还没有在朝堂上 而是远在北境之地 坦而于举了 请陛下治罪 公坛深吸一口气 便要冲着周征跪下去 毕竟 这种事情放在任何朝代 完全可以用谋反之罪来论处 你 这是立了大功 朕欢喜还来不及 如何会怪罪你 周征连忙将公坛搀扶起来 一脸宠密 他太清楚公坛的顾虑了 也清楚 一旦公坛将此事拿出来说 必将遭受到朝廷上下的反对 即便是自己的师父沐云 也会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因为 在沐云和百官看来 周征的皇权稳固 才是第一位的 就算是大元灭了 也不能影响大周的百年基业 可也只有公坛 最了解周征的性子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周征绝对不会放弃云运 若周征真正可以抛弃云运的话 那么周征早就不是周征了 若周征没有足够的办法解救大元 解救云运 或许周征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自己 何况兵贵神速 若一切等到尘埃落定 那个时候 什么都晚了 所以 公坛擅自做主了 他也做好了自己 一力承担所有后果的准备 当然 最后的结果 就是公坛瞒着所有人 与雍王联系上了 而雍王也冒着极大的风险 甚至冒着被朝廷治罪的可能性 不顾一切北上进京 不是因为雍王贪图皇位 也不是雍王治伤低 而是因为 雍王对公坛绝对的信任 当然 公坛同样对雍王百分之百的信任 明日 雍王的十万大军 便可以抵达京都 届时 陛下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 公坛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他和云云之间 早就情同姐妹 韩官之行 更让他察觉到了 大元县的危机四伏 这十万精锐 都是生力军 都是可战之军 只要火枪跟得上 这一支军队 完全可以直逼大元京都 为云云和万庆帝解围 爆 就在此时 一道急促的斥候声音 在御书房外传来 旋即便见到沐云率领一众大臣 一脸急迫地走来 他们的步伐很快 甚至因为着急和紧张的关系 额头上早已渗透出来了汉字 尤其是沐云 一把年纪 喘着厚重的呼吸 可现在 他们顾不上身体的劳累 而是一脸慌张 步伐都乱了不少 陛下 陛下 不好了 只见沐云率先站出来 走到周征跟前 言语中全是急迫 雍王 雍王反了 不奉照 率十万大军 距离京都不过白脸 沐云来不及喘息 苍白的脸上竟是慌张 而其身后的大臣 纷纷将目光落在周征身上 来得这么快 周征也有些意外 请陛下下旨 速速绑了周平 将其悬挂城墙之外 同时 陈秦指 争调京都全民皆兵 是要死战 第1090章 赴京请罪 群臣的反应 让周征也颇为意外 不过瞧得他们严肃 认真的样子 周征也只能苦涩一笑 诸位 雍王是得到了朕的秘址 周征清了清嗓子 随后余光落在公坛的身上 见到原本紧张无比的公坛 终于松了一口气 毕竟 若是让沐云等人知晓 公坛这般不尊规矩 让雍王带兵入京 就算是有千万种理由 他们也不会认同 最关键的是 公坛一旨书信 就让雍王冒天下之大步为领兵入京 这是何等可怕的能耐和手段 一旦公坛有异心 朝廷谁人可以抵挡 所以 真要是将真相说了出来 满朝上下 定然会不顾一切 希望周征处死公坛 至于公坛 以他的性子 想必早就料到这种可能性 真要到了这一步 他定然会牺牲自己的性命 因为 不仅是沐云他们 就连公坛自己 也不希望有任何人的权利 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 更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威胁到周征的统治 这 也是周征故意拦下这件事情的原因 果然 见到周征毫不意外斩钉截铁的样子 众人悬着的心才是 放了下来 而后 群臣对周征的敬仰之心 更是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甚至在群臣看来 当初周征让雍王接手牧羊王的封地的时候 或许就想到了今日 这 真是一部绝妙的棋手啊 牧云等人相识一眼 越想越敬佩周征 毕竟 天下之间 谁能想到 雍王可以降服当初牧羊王的精锐 见到众人被自己忽悠过去 周征也是嘴角微微抽搐 随后无奈叹口气 但公坛却大气 都不敢喘一下 雍王率十万精锐进京 朝廷没有听到任何的风吹草动 一切都是因为 公坛早已暗中交代 一旦朝中大臣要深究 他定然无法掩盖真相 所以 现在低调一些 也挺好 只是周征没有注意到 公坛此时双眸深处 也多了一丝害怕 因为 连他自己都感到了一丝害怕 对他自己能调动的力量 和展现出来的手段 感到害怕 不过 公坛心中更清楚 这一辈 他就算是死 也不会背叛周征分吼 走吧 随朕一同去迎接雍王 缓缓地吐出胸口浊气 周征示意群臣平身 陛下 就在周征即将走出宫门的时候 有大臣 却突然跪在周征跟前 玄疾 面容苦涩 欲言又止的样子 这一出 倒是让周征感到些许奇怪 周征才注意到 在宫门口 此时一人 正笔之跪在那里 只见那人 上身赤裸 背上还有藤门 双手用麻绳捆绑 负荆请罪 这样子 见到就是一副 活脱脱的请罪模样 而定眼一看 周征才注意到 跪着的人 正是周平 难怪 大臣不敢轻言 毕竟 谁人不知 周平和周征 乃是生死与共的兄弟 陛下 我有罪 请陛下 杀了我吧 见到周征走到自己面前 周平满脸泪痕 随后大声嘶喊 他面容胆怯 不敢和周征四目相对 而是不断冲着周征磕头 这藤腕上带着尖刺 每一次磕头请罪的时候 那尖刺都狠狠地 扎入周平的皮肉之中 鲜血横流 剧烈的疼痛 让周平面容 也不断抖动起来 可他硬是 没支声一下 第1091章 白遭罪 这一次 周平罕见的 没有称呼周征为老大 他每一次的磕头 都相当用力 剧烈的碰撞 不断发出声音 头破血流 但硬是没有犹豫如此样子 让周征和公坛等人始料未及 而诸多大臣也一脸茫然 还是沐云反应过来 面容微微一变 随后就走到前方去 试图将周平搀扶起来 只是面对沐云的好意 周平却是摇摇头 而是执拗地继续磕头 即便是周征 已经明确让他掀起来说话了 可周平仍是相当讲 他不敢和周征对视 嘴里面念念有词 全是对不住周征的话语 见状 沐云也只只能作罢 毕竟周平年轻气盛 沐云早已年迈 如何搀扶得起来 直到周征站在周平的跟前的时候 周平的动作才恍然停止 此时的周平 早已被身后的金条弄得伤痕累累 可他似乎忘了疼痛 反倒是抬头的时候 泪流满面 竟是愧疚之意 你有罪 何罪 周征也是第一次见到周平如此 心中生起一丝怜惜之意 拥王带兵入京 已经在百里之外 无论是何种原因 都是大不敬行为 罪臣之后 恳请陛下 将罪臣悬挂与城墙之外 若雍王有任何为非作歹行为 陛下可将我 当众斩首 周平一愣 随后紧咬牙 言辞恳欠 他这一生 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的父王会做出此等荒诞的行为 要知道 就算是当初面对着天井地的时候 雍王宁肯遭受天下人非议 宁肯背负骂名 也从未造反 眼下的周征 是自己的生死之交的兄弟 对自己不薄 更是对雍王很好 他不知道 为何周雍王会做出这等行为 莫不成 真的是因为权力的原因 周平内心激愤 任何人造反 他都可以接受 唯独自己的父王不行 他甚至已经不知道 自己应该如何面对周征了 毕竟 他周平 是周征最信赖的人之一 复杂的情绪 让他恨不得 直接就冲到百里之外 去质问周雍王 可他终究还是忍住了 心中的那一丝不解和愤怒 他期望 这是误会 直到 他见到沐云带着无数朝臣 往宫中走去的时候 周平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周雍王 或许真的叛变了 但他更清楚 就算是死 自己也不能背叛周征 哪怕 对方是他的父王 他犹豫了 原本准备去质问周雍的决定 最后还是被否定了 因为周平知道 如果事情真到了 万不得已不可调和的地步 自己或许就是最大的筹码 原因无他 雍王膝下 唯有周平这一个子嗣 只要自己 还在周征的手中 周雍王就一定有所顾虑 自古忠孝两难全 可这一次 周平毫不犹豫地 站在了周征这边 让自己成为周征的筹码 使得周雍王投鼠忌器 周平不清楚 最后的情况会如此 但他明白 自己能做的 只有这些了 周平含泪的倾诉 让周征感慨万千 就连周征也一时间有些失神 他知道 自己没看错人 你我 情如手足 只要你愿意 这江山 正与你共享又如何 周征蹲下身子 双手搭在周平的肩膀上 所以 雍王断不可能造反的 这一切 都是朕的授意 他 不过是奉旨进京罢了 周征言语间 将周平搀扶起来 嗯 一 奉旨入京 周平听到这四个字 整个人原本悬着的心 终于落了下来 只是下一瞬间 他就面色骤变 感情 自己白遭罪了 第1092章 雍王道 周平白遭罪的一出 倒是让众人紧张的心 稍微松一口气 当然 也让周征和周平两人的情感 进一步升华 京都之外 城门上 周征率众眺望 远处 浩浩商商人群 正朝着京都方向而来 即便是还隔着一段距离 但仍旧能感受到 一股浓郁的战役压迫而来 仅仅只是这一缕气息 就让众人神色微宁的同时 内心有些忌惮之感 所有人都清楚 有这样气息的军队 绝非是临时凑出来的杂牌军 定然是经过了专门训练的精锐 十万精锐 只怕就算是当初的镇北军见到他们 也不敢掉以轻心 也难怪 牧羊王有造反之心 毕竟 耗费数十年淬炼出来的精锐 若没有一些战斗力 他哪里有叫板朝廷之心 终于 大军在距离京都十里的地方 停顿了下来 爆 一位斥后 急速走上城墙 朝着周征跪拜了下去 陛下 雍王率领抵达 十万大军 已经放下刀剑 解除甲咒 雍王 支身而来 随着这一个个消息传来 牧云等人最后的担心 也勉强算是消失 显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一切 只怕都是雍王故意为之 否则 就算是关系再好 就算是奉命入京 只怕是面对着这十万精锐 任谁都没有那么放心 毕竟 一旦这十万人躁动起来 足以再短时间 颠覆整个京城 因为 现在的京都防御 早已不是当初的那般坚固 走 朕 要亲自去迎雍王 周征点点头 他自然看得出来 雍王的小心和谨慎 随后哈哈大笑 迈着脚步 带领百官 同样朝着城外而去 反倒是周平 压制着内心的激动 仍旧站在城墙之上 他没有说话 可周征已经隐约猜测出来 周平的想法了 他这是在做最后的防备 若勇王胆敢有任何其他小心思 他仍旧在朝廷的手中 他这是在用行动告诉周征 自己绝不是建立妄议之人 周征这一次没有拒绝 而是朝着周平点点头 大大大 城外一里之地 急促的马蹄之音响起 随后便见到一匹骏马之上 一道人影赫然出现 正是周庸王 只不过 此时的周庸王身上没有任何的铠甲 唯有一件单薄的长衫 他满脸焦急 头发也有些散乱 一脸风尘仆仆 显然是在得到消息后 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尤其是周庸王浑身上下 没有任何的武器 见到 沐云等大臣 心中激动不已的时候 也多了一丝愧疚 毕竟 就在之前 他们还一致认为周庸王有谋反之心 臣 见到陛下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见到周庸亲自来迎接自己 雍王心头一晃 翻身下马 连忙朝着周庸行礼跪拜 不过 见到周庸的同时 雍王的目光也有些复杂 一方面是喜 喜的是周庸安然无恙 一方面是忧 忧的是 为何书信是公坛亲笔 而不是周庸 一时间 雍王心思开始出现了一丝丝变动 最重要的是 他没有在人群中见到周平 莫不成 其中 出现了一些变故 跪在地上的雍王 额头上已经开始渗透出来了些许汉字 这一次 领兵北上的风险性 他自然知晓 雍王 一路劳累 辛苦了 倒是周庸 大步往前 亲自搀扶雍王 第1093章 臣 有罪 陛下 老臣 有罪 宴请结束后 上书房内 周庸静直朝着周庸跪拜下去 此时的雍王 已然没有了之前在宴会上的洒脱 反倒是 多了一丝慌张和怯淡 身为皇室议员 他太清楚 自己这一次行动 可能造成的后果了 当初接到宫坛的秘信 他也犹豫过 也曾迟疑过 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相信宫坛 本以为是北境之地 周征危机 十万大军是要前往北境 持援周征 可现在看来 似乎并非如此 周征安然从北境之地回来 而他也已经得到消息 满朝上下都以为雍王是起兵造反 这可将周雍王吓坏了 帝王之心不可测 可一旦让帝王开始猜测和多疑 甚至认为雍王有造反之心 即便是现在周征能忍 可未来怎么办 这些年 折损在周征手中的皇室贵族 可不在少数 此时 周雍王只想骂自己一声糊涂 雍王平身 此次 确实多亏了你 周征白白手 连忙示意周雍王起身 他很清楚 现在雍王的慌张 也知道雍王的后怕 但周征更清楚 若非这十万精锐的及时赶到 只怕大元的困境 他根本无法解决 这哪里是罪臣啊 这根本就是雪中送炭 这简直就是至关重要的行动 他既然不怪罪公坛 又如何会怪罪周雍王 况且 世人或许都有谋反之心 但唯独周雍王不会 陛下 这十万大军 训练有素 一切听从朝廷安排 听到周征的话 周雍王方才松一口气 这一次 十万大军北上 青庄快马 没有任何的资重 甚至连粮草都只带了路上的口粮而已 而且 为了以防万一 大部分的精锐都没有带武器 这也是诸多朝臣心生佩服的地方 换言之 周雍王最大可能减少这十万精锐被朝廷或者京都带来的威胁 这 也是周雍王的聪明之处 能在天井帝的眼皮下 明哲保身这么多年 周雍王绝非世人眼中的庸禄无能之辈 只不过 他天生不喜争抢罢了 此次北上 深入大园 我们要面对着的 是前所未有的汉帝 周征深吸一口气 神色凝重 语气也严肃了不少 而这句话 同样让周雍王心头微微一沉 这些年 周征打了不少仗 也面临着无数次的生死困境 更是多次已少胜多 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局面 他似乎从未担心过 也从没有真正的忌惮过 可就在刚才 他从周征的口中听到了深深的忌惮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会让周征如此紧张 雍王不知道 所以也没有答话 但这同样让他有一股不安之意 十万精锐 训练有素 而且不畏生死 只要陛下一声令下 刀山火海 绝不犹豫 周雍王神情郑重 明日 武器到位 便会整装出发 没有时间给大部队休整 周征转身 抬头望着天际的月亮 言语中也多了一丝急迫 他在这里拖的时间越久 大元的情况就会越糟糕 希望 云运能挺住 拳头微微一握 周征难难自语 是 周雍王接令 陛下 臣 还有一事请求 周雍王迟疑半天 还是开口了 但说无妨 周征点头 此次北上大元 臣 想一路随行 第1094章 雍王的请求 王爷随行 对于这个请求 周征颇为诧异 他沉思些许 望着周雍王 久久未曾言语 王爷 是想要周平留在京都吧 终于 周征察觉到了周雍王真正的目的 陛下圣明 什么都瞒不过陛下 被周征拆穿 周雍王苦涩一笑 随后点点头 身为人父 他最希望的就是 周平能成家立业 这些年 周平跟在周征身边 可以说南征北战 绝处逢生 早已不是当初的顽固子弟 对周平的进步 周雍王是从心底里面欣慰的 可越是如此 现在的雍王对周平越是在乎 甚至生怕他出现一丁点事情 周雍王 一生不好女色 膝下唯有周平一人 而今周平是他所有的希望 更是他坚持下去的理由 所以 无论朝廷如何想 甚至这一次带兵入京 可能冒着的巨大风险 他都很清楚 周征一定不会怀疑自己谋反 毕竟周平和周征的关系 他心知肚明 当初即便是被驱逐出家门 即便是冒着造反的大不伪罪过 周平也坚定不移地站在周征的身边 成为了让无数人倾献的从龙之臣 这一点 就算周雍王也不得不承认 周平的运气很好 但更重要的是 眼力竟更好 甚至连周雍王都比不上曾经的九子夺敌 周征是最没有希望的 可结果 却是周征坐上了九五之尊的位置 周雍王相信 未来的周平一定可以走得更远 而且比自己做得更好 臣已经隐约得到一些消息 大元的情况不容乐观 周平缓缓叹息一口气 他神色也严肃了不少 这段时间周雍王是夜不能寐 只可惜 他得到的大元的消息 还是少之又少 可从公坛如此急迫 甚至不经过朝廷暗中联系自己 他就隐约感知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以周征的能耐 仍旧需要十万大军 甚至还没有必胜的把握 仅此一点 他就知道 这一次大元之行非同一般 若周平因为什么原因 折损在草原上 将成为周雍王一生之痛 所以 他希望自己能替代周平北上 即便是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方 他就算是命丧大元 也不会太过遗憾 毕竟 周平足以支撑整个家族的发展 周雍王言辞懇切 没有任何的犹豫和隐瞒 他清楚周征的性子 也知道周征的聪慧 所以 还不如直接开口 动 花音落下 周雍王静止朝着周征跪下去 这一跪 让周征始料未及 神色也出现了大变 他连忙起身 试图将周雍王搀扶起来 可这一次 周雍王却一动不动 而是静静地望着周征 他在等 等周征的决定 等周征的态度 一时间 倒是让周征有些为难 就请陛下 允许臣 自私一次 周雍话音落下 朝着周征叩手 而这一次 周征内心终究动容了 他看到的 不是一个臣子 对君主的请求 他看到的 是一个父亲 为了自己的儿子的不顾一切 雍王 朕 答应你 周征双眸有些湿润 随后点点头 这种父子之情 让他都倾献不已 多谢陛下 此次北行大元 臣定将生死相护 不负圣恩 周雍王得到周征的承诺 总算是长输一口气 他脸上也懒得的 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第1095章 武器基地 大周 武器生产基地 当初为了淬炼火枪 周征故意选择一处 隐秘的大山深处 而今 这里已经在公檀 和牧云等人的努力下 成为了一个偌大的 武器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 方圆十里之内 都处于绝对的戒严状态 没有特殊的手续 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其防御的严格程度 甚至连一只苍蝇 也无法进入其中 而守卫这一座武器生产基地的 乃是大周最为忠心 和强横的禁卫军 望着这气势磅礴 生产规模极大的武器生产基地 就连周征内心也感慨了不少 虽说整个世界总体 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可公檀打造的这生产基地 已经出具科技感 至于 跟在周征旁边的周平 更是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 直呼不可思议要知道 上一次进入这一处地方的时候 一切看上去乃是相当简陋 武器生产基地 是我大周的立国之本 只要这个生产基地还在 我们任何时候 都有一切重头再来的机会 公檀清语 周征听后点点头 他脑海中有一个伟人曾说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只要手中有梁 身上有枪 那么主动权就永远在这里 整个武器生产基地 总共分为七层 最外围是荒芜之地 人烟罕至充斥着诸多野兽 在网里面 就是我们甚至的关卡和陷阱 没有特殊人员引路 或者有效的地图 外来人极有可能掉入圈套之内 当场生死 稍微往里面 就是禁卫军盘控之地 每隔百丈 就有一个暗哨 想要躲过这些禁卫军的侦查 难如登天 接着 就是十丈之高的城墙 和金刚淬炼的护栏 其坚固程度 放眼天下 都是首屈一指 防御城之内 就是墨家的生活区与休息区 最核心的 便是武器生产基地 弓坛有些自豪地 跟周征介绍着 整个武器生产基地 听罢的周平 也不断竖起大拇指 如此一来 整个武器生产基地 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尤其是弓坛强调 这里有超过一万的精锐驻扎 即便是在大洲 最为困难和危险的时候 这一万精卫军 也没有调动过 他们只有一个使命 护着整个生产基地的安全 至于武器的生产 弓坛采用了 周征流水线的理念 就算是墨家弟子 也只能负责火枪的某个部件 没有人能独立完整地 淬炼一柄火枪 这也是最大程度 保证火枪的制造技术 不外传 毕竟 一旦火枪的技术 被天下人知晓 那么这个世界之乱 定然超乎想象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留了最后一手 此时 弓坛的神色异常严肃 什么 周平充斥着好奇 最核心的武器生产基地之下 我埋藏了大量的火药 真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 那些火药 足以将整个武器生产基地 彻底炸毁 弓坛深吸一口气 而他这句话 让周平的脸色 瞬间凝重下来 呼吸也急错了不少 就连周征也有些错愕 他瞳孔微宁 望着弓坛许久 最后才是缓缓点头 他自然知道 修建这武器生产基地 付出的代价 但他更知道 一旦这个武器生产基地 流落到他人的手中 那么极有可能给这个世界 带来毁灭性的遭难 陛下 就在此时 一道急匆匆的惊呼之音 由远而近传来 只见一道身影 快速朝着周征而来 定眼一瞧 看清楚来人的时候 周征脸上 也多了一丝笑意 墨家句子 孟盛 第1096章 再见熟人 再见孟盛的时候 周征也激动不已 这都是当初最早 跟在周征身边的人 这些年 周征之所以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墨家占了一大半的功劳 武器的淬炼锻造 全部依仗墨家 两人见面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哪怕是现在周征的身份地位 早已经飞昔比 可他没有任何帝王的架子 反倒是比起之前 对孟盛更加的尊重 如此态度 让孟盛有些惩惶惩恐 但更多的是 内心的震撼和感激 毕竟 在帝王眼中 什么诸子百家 什么墨家巨子 农家之首 儒家圣人 都不过是其手中的棋子 是其控制天下 或者达到自己私欲的工具罢了 可周征这种 从骨子中发出来的尊重 却让孟盛对周征 再度刮目相看 两人寒暄许久 周征说的最多的 就是关心和感谢 他关心所有墨家弟子的生活和家庭 因为他们常年在这里 几乎与世隔绝 他感谢墨家 因为墨家就是大周手中 最锋利的宝剑 陛下 有了这个武器生产基地 我们的火枪产量 还在不断地提升 假以时日 年产可以达到三万只 孟盛不愧是墨家的巨子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还能有如此效率 就连周征也嘖嘖称奇 要知道 孟盛所谓的火枪 可不是半成品 而是经过了严格把关 陛下 巨子对火枪早已进行了改造 如今的火枪射程更远 杀伤力更大 而且不容易卡壳 用巨子的话来说 就是这是火枪的进化版 威力远胜之前 公坛自然知道 孟盛的话 还是谦虚了些许 连忙补充 对此 孟盛有些不好意思地挠头 身为墨家传承者 他最喜欢的 就是各种专业 而经朝廷提供了 这样的绝佳平台 并且因为火枪 无数极富才华和聪慧之人 都想要加入墨家 这让几乎快要销声匿迹的墨家 重新回归大众视线 如此厚恩 在孟盛看来 别说是淬炼火枪 就算是让他每天磕头百次 他都乐呵呵的 另外 巨子还带领着墨家 再改造火药 目前已经有所眉目了 公坛继续将孟盛的成绩说出来 起初周征并未在意 直到公坛说 孟盛准备将子弹和火枪 扩大十倍甚至百倍的时候 周征整个人都愣在了 甚至还有些精掉打压 按照孟盛的构思 增大了百倍的子弹和火枪 不就是大炮了吗 这玩意儿的威力 可不是火枪能比你的 别说是现在的世界 就算是周征 曾经最初所在的世界 如此火炮 也杀伤力极大 好好好 周征一脸三个好字 足以见到他对孟盛的认可 倒是孟盛 不善言辞 被周征的夸赞 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但现在 朕要一批火枪 前往大原 而且 是质量极佳的火枪 周征深吸一口气 回到了正题 北行大原 十万大军 看似浩浩荡荡 可周征更清楚 没有火枪的加持 这十万大军 就是羊入虎口 陛下放心 一万五千火枪 数十万子弹 已经准备好 随时可以提走 孟盛也一脸严肃 朕 还有一事相求 对于这个数字 周征甚为满意 有一些许 周征目光转动 继续开口 而这一次的开口 则是让孟盛和宫谈都一愣 当今天子身为大周帝王 周征想要什么 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而他这一次 居然了求这个字 第1097章 一事相求 求这个字 让孟盛面色骤然一变 他就算是再不懂人情世故 也知道这个字 从当今帝王口中说出来 从周征的口中说出来 有何等的分量 要知道 周征就算是在生死危难的时候 都未曾说过这句话 陛下这句话 折杀我也 但有吩咐 莫敢不从 孟盛连忙朝着周征跪下去 额头上更是冷汗直流 周征 当今天下最后权势之人 只要他愿意 天下还有什么 是他解决不了的事情 宫谈和周平对视一眼 也看到了各自眼神中的慌张 倒是周征有些诧异 随后拍打着自己的额头 显然他注意到 自己这个身份 说出这种话 可能带来的后果 将孟盛搀扶起来后 周征的神色也严肃了不少 他缓缓将目光 转移到一旁的周平身上 而这一眼 往周平心跳加速 瞳孔等大 他似乎察觉到了周征所求之事 似乎与他有些关系 只不过 到底什么事情 需要周征求孟盛 莫不成 是为了我个人的婚事 只是这莫家都是大老爷们 也不妥当啊 周平跟着周征这么久 早已能揣测周征的一些想法 只是这个念头想起来的时候 他又摇摇头 连忙否认掉 朕 希望让周平留在巨子身边 好好历练历练 周征也不卖关子 直言不会 嗯 而这个所谓的请求 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神色诡异 面容也出现了一丝变化 显然 谁也没有料到 这就是请求 尤其是周平 只觉得脑瓜子嗡嗡作响 一时间不知应该如何 直接愣在原地 陛下放心 我 一定毫无保留 孟盛有些犹豫 但终究还是紧咬牙 承诺 只是 此时的孟盛 眼中的光 已然暗淡了很多 甚至整个人都颓废了不守 公谈欲言又止 但并未开枪 句子多心了 朕 并非是让周平来取代谁 更不是对墨家不满 周征何等聪明 从孟盛变化的表情中 就看出来了孟盛的想法 随后连忙解释 毕竟 换成任何人 此时 只怕都和孟盛一样的想法 卸磨杀驴 过河拆桥的事情 在这个世界 简直就是屡见不鲜 掌控了火枪 就是掌控了战争的胜利 可这种东西 只能掌控在帝王的手掌 而不是落在别人的手里 这个道理 孟盛一直都懂 只是他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所以 在孟盛看来 周征此举 就是要逐渐将墨家淘汰 甚至可能将墨家抹除 也不是不可能 朕 只是希望巨子帮朕看着他 他跟在朕的身边很多年了 南征北战 厮杀无数 他成长了很多 也进步了很多 但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 周平还缺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 就是沉稳 就是泰山崩于前 面不改色 周征轻叹一口气 随后意味深长地望着周平 这番话 让众人的神色再度一变 孟盛知道 以周征的能耐和手段 断然没有必要欺骗他们 只是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就只是为了这 他不一定能在这里面 耐得住寂寞 所以 朕 希望墨家可以帮朕看着他 周征苦涩一笑 天下之间 周平或许就只听自己的话 就算是周庸王的话 他也不一定能听进去 所以 留在这武器淬炼基地 天知道周平会弄出多大的麻烦出来 至于 在这里面 周平能学到多少 周征并不在意 当然 还有一点 周征没有明确说 那就是他之前答应过周庸王 这一次 要让周平留在京都 更是要在京都 护着周平的周权 天下之间 最安全的 当属这武器基地了 不 老大 我这一次 还要随你一同前往大园呢 周平面色骤变 连忙开口 只是 这一次 周征没有给周平机会 朕的话 你也不听了 还是你觉得 朕搞不定大园的危机 周征眉头一皱 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从体内呼啸而出 见到周征有些动怒的样子 周平也心头一怂 只是 仍旧一脸不甘心的样子 他眼珠子转动的时候 孟盛就有了一丝不安的情绪 显然 他已经感觉到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管控的家伙 但 周征可不管那么多 既然孟盛答应了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孟盛了 给朕在这里好好待着 班师回朝的时候 朕希望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沉稳的你 留下这句话 周征也不再言语 转头就离去 哼 老大 就这区区武器基地 还困不住我 我们 大员再见 周平表面上服从周征的安排 不过暗地里面 心中早已做出了决定 一旁的孟盛同样苦笑不已 但想到周征对自己的态度和要求 他也意味深长地望着周平 若在这武器基地 还让周平逃走了 那才是天大的笑话第1098章 出征 十万大军 整装待发 京都城外 穆云帅百官相送 无数京城百姓 目光纷纷落在周征身上 他们不知道此次出征的地方 甚至不知道周征可能面临着的对手 但所有人都隐约有一种感觉 这一次的情况或许会相当艰难 没有人知道 为何会有这样的直觉 或许是从诸多官员的神色变化中感受到的 或许是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还凑出十万精锐中猜测出来的 亦或者 仅仅只是单纯的担心 而今的大周 轻摇赋税 大力发展经济 对官员更是反腐畅连 这使得百姓身上的枷锁 被大幅度地减轻 他们更看到了 周征成为皇帝之后 为百姓做的事情 各种政策落地 正在努力让大周人人有田中 人人有一川 而今 儒家大力发展 学社正在不断增加 给了无数贫困百姓家的子弟 有了学习和成才的机会 这是以往的天下人想都不敢想的 即便他们知道 这个世界成为周征想要的世界 还需要很长时间 但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 他们对周征同样充满了希望 因此 没有人希望周征出世 他们希望 这个君主 能够成为大周永远的君主 察觉到百姓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深深担忧 周征深吸一口气 脸上也挂起一丝笑容 能得到世人的敬佩和拥戴 仅此一点 就不枉此生了 京都和大周 就交给你们了 周征收回目光 低声朝着公坛和沐云等人 沉声开口 而今的朝中大臣 都是做事的的 也愿意做事的 有他们在 周征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扑通 沐云此时 早已泪流满面 他静止朝着周征跪下去 玄机 身后的朝臣百官 纷纷如此 没有人说话 他们都清楚 周征这是对百官的绝对信任 自古以来 天下君王 有几个能真正将朝廷交给官员的 这一份信任 虽不知道是不是后无来者 但一定是前无古人 没有人言语 他们不断地磕头 已经可以表达他们的心中的感激 以及那一份坚决完成任务 守护大周江山和大周朝廷的决心了 等我 四目相对 周征朝着公坛微微一笑 好 公坛眼眶有些发红 甚至声音也出现了一丝哽咽 可他还是强忍着心酸 努力让自己笑对周征 因为他知道 要解大元之威 要救出云狱 这一次 只能靠周征了 没有多余的废话 也没有任何女儿情长 甚至没有太多的情绪 因为公坛 不希望自己成为周征的累赘 更不希望自己成为周征的负担 大丈夫 为自己的女人 为百姓 为天下 应当全力支持 陛下 时辰到了 周庸王策马走到周征跟前 轻声低语 走 北上大元 周征调整自己的情绪 重新抬头的时候 双目之中 多了一丝寒光闪烁战场 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无论这一次遇到的夜魅 何等强横 也不论这一次 贝克有什么后手 周征都不在乎 他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救出云运 护驻大元 调转马头 双腿猛地在马度上一蹬 旋即冲到大军跟前 朝着北方急速而行 驾 驾 驾 十万大军 战役高涨 气势如虹 望着逐渐远去的身影 无数百姓纷纷跪在地上 目送十万将士离开 第1099章 占卜 海边 乌云密布 狂风席卷 原本波澜不惊的大海 早已涌动起来了无数的浪潮 骇人的气势 只一眼就足以让渔民望而生怯 可偏偏 在这种环境下 一座岛屿之上 不少人都在忙碌着 他们手上不断悄悄打打 根本不在乎海面上的变化 若有人在这里仔细查看的话 定然会相当震撼 因为在他们的面前 此时一个人造港湾 已经逐步形成 其规模宏大 事所罕见 各种构造一应俱全 整个小岛 俨然成为了一座基地一般的存在 不愧是墨家弟子 当真是能耐不俗啊 苏明望着忙活着的人群 不由得点赞 当初得到周征的密令 让他暗中修建海军基地 以及训练海兵 虽说苏明很用心 但进展实在是太过缓慢 直到苏明想尽办法 让公坛从墨家中 调了一部分墨家弟子协助 才让整个进度提升了不少 望着眼前自己的得意之作 苏明内心颇为自豪 这种自豪和成就感 甚至远远超过当初做生意的时候 毕竟从无到有 甚至不断打破自己认知的东西 就是自己建造出来的 等这里修计完成 老夫也可以名流青史了 双手背力感受着海风的吹拂 苏明一脸得意 最近 我总是心神不宁 然而 一旁的汪大渊却眉头紧簇 没有太多闲情意志 欣赏自己的杰作 怎么 闲着没事 又算了一挂 苏明有些无语 舒展着自己的双臂 伸着懒腰 无所谓的开口 昨夜占卜 发现陛下险象还生 局势危矣 汪大渊点点头 眼眸中也多了一丝焦虑和慌张 只是 这一次汪大渊的开口 让苏明一愣之后 嘴角却开始了抽搐 整个人面色都不好了 特么 又是这个套路 上一次 汪大渊就是说算了一挂 还说用了他十年的寿缘 算出来 周征在北境之地 九死一生 这让苏明整日都是茶不思饭不响 坐立不安 心中惶恐 甚至不断散尽家财 为周征祈福 每天晨起 就朝着日出的方向磕头 祈求周征能得到上天的庇佣 那段时间 苏明可以说 没睡一个安稳觉 周征安然归来 这让苏明想着他之前的辛苦付出 简直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傻逼一世精明 还是大周五大世家的组长 怎么就被一个海贼骗得团团转 他想不通 根本就想不通 若不是因为周征说过 汪大渊有大用 他甚至恨不得 亲手将汪大渊宰了 本以为事情过了就过了 这个亏 自己吃了就吃了 但万万没想到 汪大渊居然故技重施 这让苏明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 抽他几个大嘴巴子 都是真的 感受到苏明那要吃人的样子 汪大渊也一脸无语 卦象上确实是如此 自己以前百事不爽 为何在周征身上就是不灵了 见汪大渊还吃死了自己的卦象准确 苏明再也忍不住 冲上去便要收拾汪大渊 见状 汪大渊也没办法 只能先逃为境 与此同时 周征率领的十万大军 马不停蹄 总算抵达了韩关 陛下 韩关之外 就是大渊的草原了 第1100章 韩关的怪事 韩关 大渊与大渊最主要的交流通道 只是 再次站在城墙之上的周征 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城墙上的士兵 神色凝重 目光望着一望无尽的草原之上时 充斥着慌张和恐惧 他早就知晓 镇守韩关的可是大渊的精锐 是经历过生死之战的精锐 天下之间 能让他们感到忌惮和慌张的存在 到底是什么 就连自己身为帝王 就算这一次 自己带着十万大军到这里 似乎都没有减缓他们心中的忌惮和慌张 周征抬头 眺望过去的时候 除了一望无尽的草原之外 别无他物 将士们 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 回到营地之内 周征还是忍不住出口 询味尔经的韩谷关将领徐成 徐成已经在韩谷关十数年了 对这里的一切可以说是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 陛下 自从上一次公坛大人离开后 韩谷关怪事就频发不断 请咬牙 徐成不敢有所隐瞒 只能将韩谷关发生的一切都告知周征 原来 上一次因为公坛的关系 倒是大周和大元王朝之间有了短暂的交手 但这种交手 在徐成看来根本不足为 后来 大元一方派了专门的人过来 试图让公坛交出从大元带走的那人 可惜 公坛带过来的大元的那人早就死了 而公坛也离开了韩关 双方的谈判自然无疾而终 但随后 大元就开始了自己的报复 不断有大元士兵 试图攻打韩关 好在韩关城高强身 守城的都是精锐 再加上有强弩相护 还有一些火枪 所以大元根本就讨不到任何的好处 听到这里的时候 周征眉头紧皱 万庆帝和云云与自己的关系 天下人皆知 所以 大元绝不可能对大周动手 若出现这种现象 只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大元出现了政变 而且 情况比周征想象中还要严重之手 万庆帝 极有可能失去了对大元的朝政掌控之力 看来 情况比朕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啊 缓缓地吐出胸口一股浊气 周征并未打断徐城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不过 五日前 韩关就怪事不断 说到这里的时候 徐城的瞳孔缩成针孔大小 声音也出现了些许颤抖 他乃是身经百战的将军 见过了不知道多少生死杀戮 可现在身体还出现了颤抖 足以说明怪事不简单 每当深夜的时候 似乎就有诡异的力量靠近韩关 当乌云遮盖月光 就由利刃破空而出 这些利刃 不断收割着我们韩关将士的性命 但偏偏 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也没有发现 徐城话语间 忍不住睁眼看向了周征 毕竟 这种事情 若非是自己亲眼所见 他都不相信 因为 天下之间 能做到这种翘无声息的击杀的 在他看来 唯有神灵和鬼魅 然而 这种可能性 似乎又荒唐得很 果不其然 周庸王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 眉头紧锁 随后却摇摇头 冷哼不止 显然 在他看来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若世间真有鬼神 那么人类的战斗 还有什么意义 徐城没敢回应 因为这种事情 无法回应 倒是周征 面不改色 微微沉思 叶妹 应该是叶妹 从刚才断断续续的简单描述中 周征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第1101章 变化 韩谷官上的将士 不知道什么是叶妹 不过 这样诡异的存在 却让他们时刻提防 不敢怠慢 然而 这一次 周征的出现 下的第一个命令 则是让韩官的将士 好生休息 这对于众将士而言 乃是天大的喜事 要知道 他们已经许久未曾 好好地入睡了 很多兵将都是黑眼圈 再这样耗下去 不等大员攻击 他们自己就会累死 但徐城还是有些担忧 毕竟这种诡异的存在 似乎并不会在乎守军的多少 要是低估了他们的存在 只怕会受到更大的损失 尤其是 经周征亲至 真要是出现了任何的意外 他们是万事莫辞啊 倒是周征浑然不在意 他这一次 带了十万大军 就是最大的底气 传令下去 今晚 狩猎 周征双筒转动 他已经可以百分之百肯定 深夜偷袭的 就是夜魅 只是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夜魅 与他曾经所在世界的黑色人种 又有多大的差异 没有人知道 周征所谓的狩猎到底是何意 但周庸王等人 却不会怀疑周征嘶吼 时间不断地流逝 航官之上守城的兵将 早已被周征偷偷换掉 虽说看上去城墙上的 兵将数量没有变化 可航官之内的城墙下 无数兵将早已暗中准备 夜色不断笼罩 一股压抑的气氛 也开始在航官之内笼罩起来 徐承等航官守将 虽得到了命令去休息 但却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他们辗转难以入眠 反倒是忧心忡忡地盯着城墙之上 因为他们知道 周征早已装扮成了 守军站在城墙之上 早已听闻 当今天下勇猛无比 实力强狠 手段颇风 可徐承等人还是担心 若周征出现任何意外 整个大周都将陷入风雨动荡之内 好不容易升腾起来的盛世之际 他们没有人希望 周征出现任何的意外 所以 徐承等人死死盯着寒官之上 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只要有任何的危险 就算是违抗圣命 他们也要不顾一切 护着周征的安危 徐将军 陛下 应该不会有事吧 一位偏将 额头上不断渗透出来汉字 声音慌张 心跳加速 只希望那些诡异的存在 今夜不会出现吧 光落在上方的夜空 只要云层不汇聚 只要月光不被遮掩 那些诡异的存在 就不会出现 现在 他们只能起到 今夜昊月当空 然而 天不如人愿 深夜之际 一阵急风吹过 旋即便见到乌云开始汇聚 原本还能借助月光 勉强看清楚一些的夜空 此时逐渐被一片漆黑笼罩 这种漆黑之下 伸手不见五指 随着笼罩的范围越来越大 徐承等人越发紧张 而城墙之上的众将士 眉头紧皱 双目死死盯着寒冠之外 那里 一片寂静 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直到 月亮完全被乌云笼罩 直到 整个寒冠上空 都变得死即漆黑 好些 要登场了吗 装扮成士兵的周征 此时脸上不仅没有忌惮和慌张 反倒是多了一丝淡淡的杀意 他比谁都清楚 这些夜魅 已经成为了大洲将士的心魔了 心魔一日不除 大洲将士的士气 就一日不会恢复 既然你们 想要装神弄鬼 那朕 就陪你们再演一场戏 低语之际 一股急风吹拂而来 随后 城墙上众人心头猛的一紧 因为 如同徐城所说 一股嘻嘻嘟嘟的声音 由远而近 正在不断向他们靠近 第1102章 伏击 夜色笼罩 气氛压抑 一股淡淡的冰寒气息 悄然蔓延 城墙之上 早已换上了周征带来的精锐 他们与寒冠之前的老兵不同 他们修整极好 脸上 没有任何的疲惫之色 任何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他们的感知 可越是如此 他们的呼吸越重 因为 他们察觉到了一股杀意 即便是这一股杀意很是清淡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再联想到之前 所谓的寒冠之上的诡异现象 说不慌 是不可能的 毕竟 再厉害的精锐 最多就是不畏惧生死 可面对着未知的存在 仍然会感到忌惮之道 阿T 有冰江忍不住鼻子的不舒服 打出了声音 阿T阿T阿T 随后 城墙之上的冰江 都忍不住出现了这样的声音 他们只觉得 似乎有什么东西 飞入了他们的鼻腔之内 起痒难比 就算是平日里面训练有素 可那种痒根本就忍不住 点火 耳边不断传来 冰江打喷嚏的声音 周征双目一凝 随后冷声一笑 大声怒喝 得到周征的命令 早已准备好的周庸王 手掌猛的一挥 便见到身后的冰江点燃了火把 呼呼呼 一时间 原本漆黑的寒冠上空 火光冲天 照耀了了整个上方 火光毫无征兆 点燃的瞬间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亮 只是这一亮的同时 他们只觉得毛骨悚然 心跳加速 甚至一时间忘记了出手 因为 不知道何时 城墙之上 居然站着了其他人 与其说是人 不如说是形同鬼魅 因为这些人 通体漆黑 四肢鲜兽 但身材魁梧 被火光罩着的这些特殊存在 一时间显然也没做反应过来 而是呆滞地站在原地 杀 不知道是谁一声嘶吼 才有精锐兵将反应过来 举起刀剑 朝着他们冲杀而去 很快 双方就纠缠在一起 不得不说 这些身体与黑夜 完全融为一体的颜色的人 在战斗方面 也相当有天赋和实力 即便是一对二 甚至一对三 也毫不畏惧 若不是因为城墙下 还有准备的精锐 只怕要想拿出这些诡异的存在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兵将涌上城墙 此时这些黑色的人 就算是再傻也反应过来 这一次中了埋伏 当下 这些黑色之人 毫不练战 静止朝着城墙之下冲下去 不得不说 他们的速度极快 而且身手敏捷 即便是城墙极高 可在他们的眼中 仿佛是玩具一样 树杖之高 硬生生被他们强行踩着裂缝攀登下去 除了留下一些没有逃掉的黑人 其他黑人悉数消失在城墙之外的黑夜之中 而那些还不及逃走的黑色之人 他们一脸惶恐 随后如同是约定好了一般 猛地用力一咬 这样的动作 让周庸王瞳孔瞪大 随后便试图拦住这些人的动作 只可惜 还是太慢了 这些黑色之人 当场咬碎藏在口中的毒药 随后鲜血喷涌 当场生死 陛下 让那些人跑了 周庸王摇摇头 轻叹一口气 显然在他看来 没有留下活口 是很大的损失 毕竟 现在的大元到底是什么情况 无人知晓 可周征浑然不及 他双手背力 意味深长地望着大元的方向 他们 逃不掉的 周征信誓旦旦地开口 第1103章 不负所托 望着城墙上留下来的尸体 以及城墙之外的鲜血 在场诸多将士 目瞪口呆 不少人都将目光落在这些尸体上 连呼吸都挤出了起来 陛下 这些 这些还是人吗 咕噜一下 周庸王吞咽着拓梦 他也算是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如如今却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奇特之人 之前 就从周征的口中 听过所谓的夜魅 但在周庸王看来 这些人在他看来就无关紧要 可躺在地上的这些夜魅 浑身漆黑 那种黑不是涂了染料的黑 也不是被阳光久晒的有黑 而是与生俱来的漆黑 那种皮肤 完全能与黑色融为一体 甚至分辨不出来丝毫 而这些夜魅 行动敏捷 就算是被围住 也能在人群中快速脱身 若非周庸王带来的都是精锐 而且众人提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一次只怕一个都留不住 即便如此 大多数的兵将出手的时候 都是因为条件反射 都是因为肌肉记忆 要是今晚的夜魅准备充分 提前下手 殊死一战 只怕城墙上的众人都要吃大亏 与此同时 徐城等人也闻讯感知 跟周征行礼之后 见到这些夜魅的尸体的时候 他们明显心头一颤 这段时间 韩官不少精锐都命丧这些夜魅之手 他们四肢仙长 与黑夜融为一体 行动敏捷 善于攀爬 这些树杖之高的城墙 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如履平地 再加上这些夜魅手中只有短短的匕首 出其不意 一招毙命 所以让韩官至上的兵将 可谓是吃尽了苦头 而今 大仇得报 不仅是内心畅快 心中的大石头 更是落地了 众人朝着周征 纷纷跪拜 徐城等人 对周征更是敬佩不已 如此短暂的时间 就可以破了这心魔 当真是厉害 虽不知道 为何这些夜魅长成这样 可对于常年在刀尖舔血的徐城等人而言 他们杀过不知道多少人 只要是人 在他们眼中就是一样的 毕竟对他们而言 杀人和伏魔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只可惜没有留下活口 而其他夜魅也跑了 周勇王率先回神 轻叹一口气 他刚才仔细观察了这些夜魅 他们身上几乎没有衣衫 就像是野兽一样 特别适合在夜晚出没 这也能完美解释 韩官几乎都是深夜之中遇袭的原因 不过 他们仍旧是正常的皮肤 在冰刃的切割之下 还是会受伤 会死去 既然这样 只要多提防一些 也就没有大碍了 周勇王的轻叹 让其他兵将不由地低下了头 显然 要不是猝不及防 众人心里没有做好干预和建设的情况下 这一次 足以将这些夜魅都留下来 唯独周征浑然不在乎 他双手背力 目光朝着夜魅逃亡的大草原望去 脸上没有丝毫的慌张臂下 有后手 周勇王猛地回神 从头到尾 周征都是镇定自若 为何能如此 只怕唯一的愿意就是 周征早就做好了万全之策 果不其然 话音一落便在视线的尽头 见到了一连串的火光升腾 这些火光游远而近 随后马蹄声也在避静 为首一人 正是甘末 而在他的身后 数十人双手被束缚 正被押送而来 灯光靠近 赫然发现 这些人正是夜魅 陛下 老奴不负所托 城墙下 甘末如是重负 这些夜魅 让他这样的角色 一开始都差点没有反应过来 若非布置了足够的兵力 恐怕真有漏网之余 第1104章 一个不留 甘末等人早就在外围设服 将这些夜魅生情 一些反应较快的 见到如此绝望之地 知晓没有退路 当场就嚼碎 藏在牙齿中的毒药 可甘末 乃何等人也 他速度极快 出手将那些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夜魅 直接敲晕 随后取出去口中的毒药 这些家伙 想要在他面前玩手段 还嫩了一些 回到寒关后 周征亲自审问这些夜魅 他们双手被束缚 皆被五花大绑 动弹不得 由于担心这些夜魅 说出了惊天大秘密 所以徐城等人相当谨慎 除了一些极小部分的 核心成员外 其他人都退守在内堂之外 可惜 这些夜魅叽叽呱呱 一大堆话 他们硬生生 没听明白一句 就连大周的话语 这些夜魅 似乎都听不明白 如此样子 让甘末和徐城等人 都颇为无语 甚至在徐城看来 这些夜魅 就是故意混淆视听 就是故意戏弄他们 陛下 这些夜魅不识好歹 还是用一些手段吧 徐城目光中杀鸡蹦射 低语之间 恨不得将这些夜魅 当场斩杀 要知道 周征来航官之前 每晚都有航官的兄弟 死在他们手中 无数将士 夜不能寐 胆战心惊 可是受了不少的苦 而今找到了机会 他恨不得将这些夜魅 斩尽杀绝 以告诫那些兄弟的亡魂 然而 周征没说话 只是静静地盯着这些夜魅 其他人听不懂 但他却听得清清楚楚的话语 这些夜魅 似乎确实听不懂大周的话语 而是一直在用 他们自己的语言来交流 可是 周征还是从里面 听到了一些零星的英语 其中 就听到了一个 让他内心一沉的名字 叫做贝克 当初在北境之地 周征差一点折损在贝克手中 甚至整个大周都命悬一线 好在甘末不顾生死护着周征 才没有让贝克的计划得逞 本以为 贝克退走后会老实很多 可现在看来 似乎并非如此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整个大元的危机 都和贝克有密切的相关 想到这里 周征眉头紧皱成一个穿字 贝克的手段 绝对是心狠手辣 他连周征都敢刺杀 何况是大元王朝的天子 而这些夜魅 想必就是 集西之地收服的奴隶 在我曾经所谓的 世界的历史上 就有残酷的黑奴贸易 没想到 在这个世界 这些黑色人种 似乎还是无法逃脱 被奴役的命运 周征轻声难语 这些夜魅 口中被藏有毒药 想必都是被贝克 或者集西之地的人调教过的 若入侵大元的是 这样的一群人 接下来 怕是一场硬仗啊 周征神色凝重 他比谁都清楚 这些夜魅 或许在计谋上有所欠缺 但在体能上 却是极为强横 世界人种 大概分为三种 黑白黄 其中 黑色人种的运动天赋最强 肉身战斗力 自然也是有优势的 若在配合上 集西之地的武器 普天之下 谁人可拦住 难怪大元的勇士 会溃败得如此之快 陛下 莫不成 陛下听懂这些夜魅的话语了 这些人 交给你了 记住 不留活口 周征缓缓吐出胸口浊气 若是贝克智慧的夜魅 那么留给周征的时间不多了 云云 一定要撑住啊 拳头紧握 周征内心急迫了些许